女孩刚重生就竖起大拇指 并声称自己要摆烂 从此老是讲课他睡觉 队友打怪他睡觉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一百次 每次他不管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甚至在第一百次的时候 他启用后背隐藏能源来自爆 企图和故事主角同归于近来摆脱轮回 随着爆炸过后 奄奄一息的他想着这次总该结束 然而当他再次睁眼时 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 无数次的轮回让他有些麻木 虽然他忘记自己被困在这里多久 但清楚地记得故事的后续剧情 故事里他是个只能活到中期的反派 无论他怎么努力改变故事走向 都会惨死在男女主见下 惨死后又会被抛回一百年前十三岁的这一天 反正注定要死 还不如摆烂睡觉来得像 这是门烹的一生被粗暴地推开 皈依师妹 咱们该下山除虫了 皈依则拉了拉被子 表示自己不想去 可下一秒他就一脸迥样 差点忘了这样不行的 以前就尝试过一直拒绝 结果发现不跟着剧情走 就会一辈子困在这一天 臭老天 我都累了 还想让我一直走前世老路是吧 你给姑奶奶等着 随后他就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在街上 熟悉的接到熟悉的人 还有那熟悉的叫骂声 就你这废物也配尽太亲们 这欲剪趴不是你偷的吧 给本少爷拿来 师姐见外门弟子被人欺辱 神色略显慌张 反观皈依却是出奇的冷静 就知道是他 故君昭 原来皈依在前一百次的重生中 每次都救下了这个被人欺负的少年 可是白眼狼每次都将剑指向他这个恩人 正当师姐想找人帮忙 龟一却吃笑道 不用麻烦师弟他们 让我来处理 这几番轮回你都带我不薄 这一次 看我怎么好好疼你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管用 龟一师妹 你怎么 可当他瞥见龟一的神情 便立马改口 哎呀 师妹需要我帮你踹他吗 然而趴在地上的故君昭 却是一脸猛逼 这位倒有为何踹我 听到这话的龟一更加来气 老娘反反复复救了你一百次 供你吃供你穿 最后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 会气 顾君昭见对方这么大的火气 便猜测道 道有 你我莫非有仇不成 龟一文言却是坏坏一笑 哪有 我当然是为了救你啊 没我刚才那一脚 你就会被他打脸的不是 你也不用谢我 路见不平一声吼 应该的 说着便转身准备离开 师妹说得对 要是没他那一脚 你就要挨大逼兜了 可顾君昭又不是傻子 哪有这样救人的 突然他的大脑一阵刺痛 脑海里浮现一个 既陌生又熟悉的身影 我还没等他多想 整个人便痛晕过去 不久后的太清门驿站 弟子龟一来迟了 而坐上之人便是他师父 怀山尊者 他曾是龟一最敬重的人 可因为龟一反派的身份 导致这师父从未信任过他 此时怀山担忧地询问 你这丫头上哪去了 怎么不和师父说一声 龟一则解释有点是耽误了 师父罚我便是 怀山文言一正 我罚你做什么 听说你救了一个准入门弟子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积德而已 听到这话的怀山很是欣慰 以前的龟一每天只知道修炼 立志成为苏普赛亚人 还担心这徒弟太过傲气 一旦遇到失败会走路极端 如今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于是笑盈盈地说 看来徒弟成熟了不少 现在志向可有改变 哪有什么志向 睡满一百年算吗 怀山见龟一不说话 也没追问 于是带他去完成今天的雏虫仪式 结果刚和师父分开 他便开板睡起了大觉 还被路过的师姐逮个正着 师姐见状嘴里还不断嘟闹着不可能 因为他印象里的师妹是个修炼狂魔 可他现在却开始偷懒睡觉 而且还留了一地的哈喇子 说着还不忘戳戳龟一的脸蛋确认身份 龟一则被他这突然的举动惊醒 身体便不自觉地厚仰 悟君招见状赶忙上前将他搂住 两人视线交汇的瞬间 龟一就将对方推开 心想远离男主 纵想百烂人生 顾君招见状刚想说话 就被龟一打断 谢了 下次不用劳烦 我自己可以 说着便随意找了个台阶坐下 然后旁个无人搬睡了起来 直到三天后除虫仪式结束 龟一才晃晃悠悠地和师姐会合 正当他们准备回宗门时 龟一突然回头看向顾君招 我记得这里有个主线 好像是我邀请顾君招进内门 如果不按剧情走 我就会一直困在这一天 一想到这 他便大不留心地朝顾君招走去 手握长剑并露出一副和善的笑容 小伙子 我看你骨骼惊奇 你可愿成为我宗内门弟子 顾君招文言脸颊染上一丝红韵 师姐怎么突然这么热情了 可还是开口拒绝 多谢到有台爱 我会以自己的本事入内门了 而那些外门弟子见顾君招拒绝 便开始指责 你说什么呢 快答应龟一师姐 别辜负龟一师姐的一片好心 只有顾君招心里明白 师姐根本不在意我 但他为何会破例叫我去内门 当他再次抬头看向龟一时 龟一满不在乎地回了局 行 那你加油 然后打着哈欠静止离开 搞定 爱来不来 突然他察觉有股神秘的力量 不断地侵蚀他的意志 然后就晃晃悠悠地倒下 顾君招见状慌忙将他抱起查看 结果只是单纯睡着了 不久后的青云风风和院门口 师姐见人抬着轿子回来 随即询问龟一是不是出事了 可当他掀开帘子一看 就见龟一如死猪般呼呼大睡 于是揪着他耳朵便开始斥责 真有你的呀 怎么突然就这么能睡了 一会儿要去上剑术课 你赶紧准备准备 明里糊糊的龟一随口应了一手 可当他瞥见门口的牌匾 眼神突然犀利 随即一束剑气从指尖射出 让牌匾击个粉碎 美少女因为睡觉流口水 醒来就发现被人活埋了 可他却一点都不慌 反而接着呼呼大睡起来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一百次 每次他不管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他把师父送的牌匾打个稀烂 然后让师姐换上一块新牌匾 名字叫睡月 灵月文言一经 表示这对师父太失礼了 你不是想让我去上剑术课吗 换了我就去 听到这话的灵月顿时目瞪口呆 心想只要师妹不摆烂 师父您老人家就牺牲一下吧 随即拉着龟一小手边说道 成交 牌匾我让师弟们处理 你给我好好上课去 可没想到 即使是金丹修士讲课 龟一也能呼呼大睡 直到砰的一声被剑跳敲起 他才迷迷糊糊地醒来 擦拭口水的同时还不忘打招呼 导师早啊 只见圆居脸色阴沉地指着龟一 既然醒了 那就来说说何为剑骨 答不上的话就等着授罚吧 龟一打个哈切回答道 剑骨乃是 啪啪啪啪啪啪 什么 竟然一字不落地回答上来了 然而龟一则想着 老娘都重生上百次了 这种问题简直so easy 圆居见他都回答上来 也不好责罚 只能宣布下课 并让龟一好好休息 课间时 弟子们都在讨论 几日后的开山大典 到时其他几个门派也会来 但龟一心里清楚 算上我 四大炮灰 嘿 四大反派又要齐聚一堂了 不过来就来吧 反正我走完流程就摆烂 接着便打着哈欠朝门外走去 龟一你去哪 还有两堂课呢 刚刚回答问题消耗太大 我需要回去休息一下 不久后他便来到学崖峰山顶 感受着迎面吹来的威风 随即就地一趟 这真是个风水宝地 刚好适合睡觉 紧接着就传出有趣的呼噜声 下一秒鸡脚嘎拉里窜出个黑夜 如今四下无人 正是我动手的好时机 等到龟一睡醒 只觉得身体有些痒 喂 你马上就要被我埋了 你怕不怕 龟一看着眼前的白毛萝莉 原来是红语换鸟 虽然只是灵兽 却能说人话 爱喝酒 听闻太清门学崖峰峰顶 埋着百年轻路 所以常来偷挖 白毛萝莉闻言一惊 一个练气八戒修士 居然能看穿我的真身 说吧 你究竟是和方尊者隐世于此 可回答她的是 绵长均匀的呼吸声 白毛急了 她伸手直接把龟一 从土里揪了出来 别睡了 快起来呀 此时淮山刚好路过 这叫喊声 立马吸引了她的注意 可等她赶到时 就见龟一被提在手里 呼吸均匀 估计是晕了过去 便出声喝止 红羽毛换鸟 放开那孩子 白毛萝莉剑来人的实力 心想完蛋 要是被她抓住 就要和这臭男人契约了 她看着手里的龟一 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只要我和她缔结契约 我为主她为仆 日后就能随我心意解除契约了 我可真是个机灵鬼 美少女因为睡觉流口水 醒来就发现被人活埋了 可她却一点都不慌 反而接着呼呼大睡起来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一百次 每次她不管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从此老师上课她睡觉 对有打怪她睡觉 原本今天逃课出来养精蓄锐 不曾想被爱恶作剧的灵兽活埋了 但这也动摇不了龟一那颗白烂的心 于是接着睡了起来 可这把白毛萝莉气得不轻 一把将她从土里揪出来 结果这副场景被路过的淮山撞见 以为龟一被白毛萝莉打晕过去 便出声喝止 白毛剑来人羞为不浅 心想完蛋了 我这么可爱 难道就要被这些臭男人抓走当寻宝鸟吗 她看着地上的龟一 突然灵机一动 只要我主动和她缔结契约 我为主她为仆 日后就能随我心意解除契约了 我可真是个机灵鬼 于是开始催动法阵 一具金屋虚影将她两包裹 淮山见状心中难免大海 红雨换鸟经要和龟一契约 可归一休为太前 恐怕要被这灵兽反噬啊 而此时睡梦中的龟一感觉到一股力量 正不断地入侵她的神识 下一秒她便睁开双眼 语气冰冷地警告道 就你也配 身后法阵破碎并产生剧烈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 这契约到底成功了没有 直到烟尘散去 龟一有些不爽地整理自己的衣衫 老娘睡得好好的 怎么就有只鸟要契约我 怕不是弄反了 就算要契约也是我契约鸟才是 可当她抬头时 就见一群人围着她 薄薛 什么情况 好大的阵仗 而她身后的白毛萝莉 还不断地东荡着不可能 结果一个不注意就被捕兽网套入 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此时怀山满脸担心地握着龟一小手 乌尔 你没事吧 尤其是契约的时候 师父放心 我没有和她契约 然而听到这话的白毛萝莉炸毛了 为什么拒绝我 我可以给你好多好多资源 让你直接突破到金丹七 龟一则云淡风轻地回绝道 不需要 我要回去睡 不对 回去修炼了 这破鸟还想和我契约 万一改变了剧情 那我岂不是又要进入轮回了 然而下午当她睡醒时 就看到面前晃来一个红影 仔细一看见是那只被抓的破鸟 这下的龟一立刻紧闭双眼 心想一定是梦 这就是尊者的爱徒吗 别急 她只是太累了 既然你与掌门谈了条件 我们自然不会亏待你 而装睡的龟一听到这话 不禁有些心慌 什么条件 该不会是要我卖身求容吧 我要是从了这破鸟 不会一觉醒来又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吧 不行 我要主动出击 只见她蹭得一下起身 然后将被子一写 飞机扑通一声跪在淮山跟前 一边扯着淮山裤衩一边哭喊着 师父 你把这破鸟带走吧 你老人家没事还可以遛肉鸟 千万别让它住在我这里啊 淮山文言略显尴尬 心想不是为师父帮你 实在是这红语换鸟给的太多了呀 归一见师父一脸苦涩 明白自己是拒绝不了了 就嘟囔道 算了 要是明天一早我还能看到你 你就留下吧 然后推散着床上红语换鸟 起开 别打扰老娘睡觉 什么 你竟然敢对我动手 下一秒红的一声就被丢到屋外 可恶啊 不过就是坐了下床吗 又不是坐你坟头上 日后看我怎么好好调教你 此时路过的灵月听到这话 便拔箭制问道 你是什么人 想要调教谁 然而这一件却被红语换鸟轻松接下 你又是谁 下一秒归一就出现在两人中间 灵月 红语换鸟 介绍完毕 听到这介绍的红语换鸟气的直舵脚 跌倒这鸟那鸟的 我叫红植 灵月听着红植的话 这才点点头的收起长剑 刚想回头问师妹具体情况 就见龟仪已经睡着 并且整个人往地上滑去 她赶紧伸手一捞 红植则很没良心地问了句 她是不是死了 一边去 你死了我师妹都不会死 说着便将龟仪带回房间 当时间来到第二天 灵月一大早就来叫龟仪起床上课 但红植则在门外探了探脑袋 然后就哼着小曲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这院子真破 这屋子真寒酸 这床真硬 给老娘滚出去 烦不烦啊 可下一秒她就反应过来不对劲 为什么还能看到红植 美少女因为睡觉流口水 醒来发现多出了磕蛋 还被全班同学给围观 可她却一点都不慌 反而接着呼呼大睡起来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一百次 每次她不管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想着隐藏实力当个小透明 不料宗门抓了只白毛萝莉 还莫名其妙地赖上了她 回忆见状大胆不妙 因为只要偏离故事的主线 就会将她送回故事开始的地方 可当时间来到第二天 皈依发现时间没有被重置 正当她百思不得其解释 师姐就拉着她去上早课 美女导师在上面讲着如何练药 皈依则百无聊赖地开着小柴 心想以前老娘为了那个白眼狼 什么样的药没练过 正经的不正经的通通手道青睐 随着导师说开始 灵月还在小心翼选菜 皈依则将药草随意地往炉里一丢 然后手指一转并默念口诀 晚安 马卡巴卡 随后一股灵力将丹炉包裹 而她自己则倒头就睡 老是见状有些恼火 炼药这么重要的课程都敢睡觉 可当她靠近时 却发现丹炉上的灵气没有断 就不禁猜测 难道这就是天才的炼丹方式吗 这是地上的皈依猛的惊喜 我去 我怎么睡着睡着就突破了 随即她反应过来 是刚刚炼丹聚集了过多灵力 才导致她进进突破 一想到这她便直起身子 通过双手结印来压制体内暴动的灵力 然而这丹炉太过低级 承受不住她庞大的灵气 于是砰的一声炸裂开来 此时龟一周身散发出耀眼的金光 地旁的灵月剑撞盾石精的目瞪口呆 这是剑骨发出的光芒 师妹恭喜啊 我就知道你是天才 连睡个觉都能助击 而美女导师的关注点不一样 她震惊地看着桌上的丹药 龟一居然可以睡觉下蛋 呸 练丹 还是一颗补气蛋 然而龟一却是欲哭无泪 我不仅没把修为压下去 还炼成了丹药 这和我的摆烂宗旨不符啊 不行 我得先躲起来避避风头 于是她在众人的注视下 飞快地朝门外跑去 为了防止行踪暴露 她直接翻墙抄近路 却不曾想顾君招刚好在下面扫地 龟一跳下围墙后 便礼貌性地打了声招呼 抱歉路过 顾君招见师姐主动向自己打招呼 便乖巧地回复道 师姐好 听到这话的龟一脚步一顿 心想这小子现在看起来傻傻的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美少女因为睡觉流口水 醒来就发现生出了磕蛋 还被全班同学给围观 然而这对她来说简直so easy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一百次 每次她不管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从此老师上课她睡觉 队友打怪她睡觉 不料练药课上发生了意外 不仅修为睡到了助肌 而且还用低级丹炉炼出了丹药 只想摆烂的她顺天成为众人焦点 于是她直冲门外开始逃跑 毕招飞檐走毕用的如火纯青 下来时还不忘与扫地的人打了声招呼 直到对方说了句师姐好 龟一这才脚步一顿 什么情况 这家伙不应该再上课吗 算了 来都来了 走一下剧情吧 于是上前询问道 你不上课吗 刚上完课 准备回来打坐 那你吃了没 还没有 那你早点吃 双方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大聊两分半 随后龟一瞥了眼顾君招的房间 心想这地方挺适合偷懒 先去她那边蹭一觉再说 等到顾君招打坐结束 她才端着茶水进自己房间 只见龟一裹着被子呼呼大睡 丝毫不在意这是男人的房间 顾君招心想她不会把口水沾我被子上吧 这时睡梦中的龟一翻了个身 她便眼急手快地上前搀扶 随后看着怀里还在沉睡的龟一 眼底不由地闪过一抹笑意 还想起她那天坐着也能睡着的场景 她将龟一放回床上并盖好被子 当龟一迷迷糊糊醒来时 顾君招仪准备好碗筷等她吃饭 师姐醒了 我给你煮了面 听到这话的龟一不禁眉头微皱 我去 这面碰不得 因为故事里只有女主吃过她下的面 万一我吃了影响后续剧情怎么办 于是转身谢绝道 谢谢 我不饿 不过她转念一想 避嫌归避嫌 趁着现在赶紧把剧情走一走 然后又可以摆烂一段时间了 随即她亲了亲嗓的说道 你的修炼若是遇到困难可以找我 说着便从兜里掏出块镜子 拿着 有事可以用这法宝扣我 带顾君招接过法宝 归一遍静止朝门外走去 可她刚踏出门外 就感觉眼皮一沉 紧接着砰的一声 顾君招闻声望去 我去 师姐又睡神附体了 美少女因为睡觉流口水 醒来就发现被人活埋了 可她却一点都不慌 反而接着呼呼大睡起来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上百次 每次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所有主线剧情 全部一路滑水过 不料刚走完男主的剧情 她就感觉眼皮有些沉 紧接着砰的一声 倒头就睡 顾君招闻声望去顿时一听 我去 师姐又睡神附体了 她在归一身旁蹲下查看 想起上次见到这情形 还是在上次 她看着对方的睡眼 静鬼使神差的伸手戳了戳 可下一秒 归一就猛的惊醒 你要干什么 而一旁的顾君招 则尴尬地将在原地 归一见状内心不禁吐槽道 好你个浓眉大眼的白眼狼 钱是你对我爱达不理 如今找到机会就上手 这时顾君招指了指自己 有些不解地询问道 师姐很怕我吧 归一则一脸认真的说起了瞎话 没有的是 师姐最喜欢你了 不料顾君招信以为真 我明白师姐对我的期望 我一定争取在开山大典上进入内门 不不 你明白个锤子 这小子明显会议错了 咱们得按剧情走 你应该一年后再入内门 此时一群弟子聚在门外 快看 这不是归一事姐吗 十三岁就驻鸡的天才 可顾君招还不知道归一的事迹 辩护在归一身前以防不测 不料下一秒就被归一推开 闪一边去 他们是来崇拜我的 没想到成名的感觉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不过还挺爽的 不久后就见几个弟子抬着轿子走来 而里面的归一正在呼呼大睡 睡梦中他听到自己师父的声音 直到他缓缓睁眼 就见掌门和一众长老站在叫钱 于是他摇摇晃晃的起身行李 掌门见词也不太在意 随后便直入主题 本座今日叫你来 是想让你进入剑种选剑 可归一闻言却是眉头一肿 这些人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不按剧情走 看来只有老娘来拨乱反正了 随即上前一半谢决道 多谢掌门抬爱 只是弟子刚刚突破 对剑的认知还是过低 弟子愿意将这个名额让给别人 然而掌门听到这话后 对归一更加的满意 归一闻言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我就一个炮灰反派 大能剑对我毫无用处 可当他准备再次拒绝时 淮山就上前一步说道 淮山就替徒儿卸过掌门了 直到众人散去 归一才扯了扯淮山裤衩 他原本做好挨骂的准备 不曾想淮山恋爱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我知道你的想法 只是你不能当众拒绝掌门 无论你选到什么样的剑 师父都不会怪你的 去吧 我就不耽误你睡 呸 不耽误你修炼了 说着便转身离开 可最近一系列的反常 让归一有些郁闷 先是被破鸟缠上 然后白眼狼给他住面 就连宗门长辈态度 也是那么和善 以前我想要的一个都得不到 现在摆烂后 一个个都送上门 难道这就是摆烂的最终奥义吗 突然一阵杀杀声 引起了他的注意 紧接着一个下头男窜出 师妹 你怎么在这儿 美少女不仅睡觉流口水 还天天往师弟床上爬 直到师弟掏出大宝贝 这才吓得美少女花容失色 原本归一还在摆烂睡大吊 不料窜出一个头巢下的下头男 来人正是大师兄轩宜 修炼两年半就金丹七的天才 他好奇地询问归一 为什么不修炼 归一则一本正经地瞎扯淡 心中有剑 干啥都是在练剑 随即指着轩宜劝戒道 大师兄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你每天教别的弟子练剑 自己都没什么时间修炼吧 可轩宜却不以为意 他认为金丹之后不容易突破 还不如多帮帮师妹师弟 他看着眼前这么善良的大师兄 感觉自己的良心在隐隐多痛 前世大师兄就是因为自己惨死 他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于是他叫了声大师兄 当轩宜疑惑地回头时 一件法宝丢入了他的手中 他瞬间明白师妹的用语 师兄就多谢师妹了 不客气 应该的 不久后的青云封外门禁地 顾军招本在专心修炼 这时门外的骚动引起了他的注意 快看是归一师姐 他怎么跑到咱们外门了 还能为什么 一定是找布军招呗 别说布军招还挺帅 我觉得我可以 我去 你离老子远点 听到这话的布军招老脸一红 生怕师姐误会他 这时归一已经来到门外 吃瓜群众的话让他很不爽 老娘是为了走剧情来打打 现在搞得我像小田狗 可恶 为了完成任务 我忍了 却不曾想他才刚敲门 里面就传来声音让他进去 什么情况 以前我都是死缠烂打才进去 现在这大门敞开欢迎我进屋 这太简单有点让人不习惯了 不过一想到剧情越来越歪就来起 我只想摆烂走流程 结果一个个都不按套路出牌 不管了 律师不觉睡大觉 随即在顾军招床上倒头就睡 然而看着这一切的顾军招 却是一头雾水 师姐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 下一秒龟一就嗅到一股香味 他顺着香味望去 就见顾军招不知从哪掏出一碗面 还询问他要不要吃 龟一文言顿时睡意全无 我去 你发什么神经 我又不是女主 你这面我销售不起 顾军招没想到龟一会这么嫌弃他的面 神色不禁暗淡下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 龟一见状只能强颜欢笑安慰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我和你这面没有缘分 顾军招文言猛逼的像个顾军招 这话什么意思 我懂啊 一定是没加辣子 美少女不穿内裤就在天上飞 还将身上的鸟毛到处撒 众人见状直夸宗门底蕴身 避之火鸡都能变萝利 只有龟一眼睛瞪得像空灵 原来今天是宗门的开山大便 龟一则被师姐强行拉着来管理 结果一人欢喜一人愁 又想回去睡觉是吧 你还这么年轻 怎么睡得着的 突然周围人群沸腾了起来 而引起骚动之人 便是针锋大陆第一美人南雪仙子 龟一记忆里南雪也是炮灰之一 但也不是真的反派 只是南雪的师父想要问林宫掌门之位 而女主花拢月是掌门徒弟 因此两人多少有些摩擦 随即他又四处观望寻找其他炮灰 龙叔 金丹后期修为 表面上和女主关系不错 甚至还帮助过女主 背地里却是杀手老大 由于刺杀过顾君招 最后被男女主追着砍 想想这娃子也挺可怜的 这是龙叔敏锐的察觉到有人在看他 可他回头的瞬间那道视线就消失不见 哎呀 师姐你说的没错 啥 我说什么了 下一秒舞台上嘹亮的声音传来 主持人宣布今年的开山大典开始 而这开山大典是外门弟子的鄙视 今年外门弟子八千 只有前一百名才有资格入内门 这时龟一偷偷催动灵力 随后就出现顾君招的实时影像 师姐见状有些惊讶 师妹你要想开点啊 我可不希望我的小白菜被猪拱吗 拱个锤子 没事别瞎猜 她在意的是顾君招为什么是主角 而她自己有如此出众的天赋 却只能当炮灰 想到此处便不自觉地往前一掐 紧接着影像嗖的一声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脸凶神恶煞的龟鱼 我去 师妹怎么一副背负心汉抛弃的样子 忽然空中大量红色羽毛飘落 随后就见红植一脸骚包的登场 底下众人纷纷感慨太亲门是真能藏 就是不知道这伙计会不会加入疯狂星期四 这是红植介绍起开山大典的规则 这鸟毛为通关令牌 一共一百根 每根鸟毛都会有一名修饰保管 抢到鸟毛的弟子便可进入内门 底下的龟翼本想着怎么溜出去睡觉 直到红植撒下手中的鸟毛 鸟一这才反应过来不对劲 直觉告诉他这伙计想搞事 天才美少女只想摆烂睡大觉 即使出门也得八人抬大觉 不料遇见不穿内裤的飞天小萝莉 还将身上鸟毛到处撒 美少女见状直接撒鸭子跑 原来鸟毛是宗门大笔的令牌 拿到的人必须参加宗门的试炼 然而龟翼只想着摆烂 上一秒还想着跟我有毛关系 下一秒就见一根根羽毛朝着他飘去 我错了 我不想跟毛有关系啊 然而他还没跑多远 就与一个黑衣人撞个满怀 龟翼揉搓着鼻子抱怨道 撞到谁了 这么倒霉 随即发现对方从头到尾一身黑 一眼认出是太祟林的修士 他们主修机关和傀儡 是五大仙门中最难缠的修士 而他手中也拿着根鸡毛 看来也要参加这次大典 这时师姐拍了拍他肩膀 你果然拿到羽毛了 一提起这伤心事 龟翼顿时声味俱下 那火鸡在坑我 宝宝好委屈 师姐你能不能代替我 可他话未说完 身形就被一阵白光笼罩 当他再次睁眼时 才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试炼之地 红尺你给我等着 回去后我要吃小鸡顿蘑菇 随后他看向手中泛着红光的鸡毛 心想等会随便抓个外门弟子 把鸡毛送出去 于是他纵身一跃上了树顶 可当他抬头时 惊讶地发现龙叔也在这棵树上 虽说龟翼了解龙叔这人 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并不熟 好巧啊 再见 龟翼向征信地打个招呼后 撒腿就撤 可当他回头时 竟发现龙叔也紧跟其后 龟翼以为他是个鹿尺不认鹿 便出声提醒 这位靓仔 这试炼之地我也不熟 你再尾随我就报警了 这时龟翼发现前方出现几个卡拉米 他们正抱怨试炼难度太高 外门弟子修为最高才练起五阶 想要从内门弟子手中抢夺羽毛 这真的有人能办到吗 听说其他门派的金丹强者也有参与 我们这些练气小嘎嘎怎么抢 而在树上的龟翼文言却乐开了话 这不就巧了吗 看我千里送鸡毛 理清情义重 于是他立马从树上跳下来 可他刚准备开口 就被人捂着嘴拉到树后 美少女拔下身上的鸡毛 惹得一群男人疯狂抢 只有龟翼撒鸭子跑 还想方设法送鸡毛 只因鸡毛是试炼的令牌 拿到之人就能进内门 龟翼作为鸡毛保管者 却想着直接送人好百万 这时恰好路过一群小嘎嘎 他刚要出声喊他们 就被人捂着嘴拉到了树后 龟翼不悦地将对方推开 并且质问对方想干嘛 龙叔认真的表示不能够作弊 我没有 别瞎说 龟翼也没说不能主动把鸡毛送出去 龙叔文言直接反驳道 龟翼说的让弟子发现咱们 你主动去送鸡毛就是在作弊 被一羽戳穿的龟翼颇为郁闷 这小子怎么就爱说大实话 于是直接开摆布装了 老娘送又怎样 修行者气韵也是很重要的 谁能拿到我的鸡毛 就说明他运气好啊 听到这话的龙叔顿时雨色 传闻中十三岁就驻鸡的天台 居然是这副德行 正当龙叔准备再次说脚 就见龟翼从胸口掏出个胸垫 紧接着就旁若无人般呼呼大睡 然而观看直播的长老却炸毛了 龟翼送毛不成直接躺 这弟子太无法无天了 淮山身为龟翼的师父 连忙出来说好话 各位长老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先别急 其实 其实他这是在修炼 另一边龟翼刚躺下不久 就被一道声音惊醒 只见长了嘴的帅哥抱群问候的 在下玉璇 想必你就是十三岁住击的小天才吧 然后转头看向龙叔 那个 靓仔你叫啥 方便自我介绍一下吗 龙叔只是瞥了眼就不说话 玉璇身为小画廊 岂会因为这种场面而尴尬 二位干嘛不说话 咱们一起唠唠嗑 促进一下彼此的友谊 龟翼则被玉璇吵得睡不着 无奈起身看了眼玉璇 趁着对方不注意 抱起枕头撒腿跑 心想我和大反派增进的鸡毛感情 玉璇见状依旧很淡定 师妹你跑啥 你身上可是有我的香水味 龟翼文言直接想骂娘 毕竟这人鼻子鼻狗还要灵 跑哪都会闻着味找过来 那还跑个锤子 老娘直接开摆 只见龟翼就地而坐 然后便掏出珍藏的小画本 两个大男人见状略感一货 这难道也是修炼方式 龟翼文言便随口忽悠 心中有修炼 做什么都是在修炼 这时一声尸解传入她耳中 龟翼不禁感慨着树真牛叉 看个故事都有真人语音 但怎么那么耳熟呢 直到玉璇提醒有人在叫她 龟翼这才疑惑地回头 我去 咱们反派聚会 怎么还混进的男主 美少女因为激烈运动 导致身体被掏空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就算参加宗门试炼 她也能旁落无人般呼呼大睡 直到醒来才发现 四大反派聚了三 中间还混进的男主 吓得龟翼如同打了鸡血般 拎着另外两个同伙转身跑 居然刷出野生男主 再不跑就要被一锅端了 于是就这么狂奔三按米 龟翼这才放开手中两个歹 因为按照正常剧情走向 这俩反派还没遇到这男主 然后他擦了擦脸上不存在的汗水 心想只要老娘跑得够快 男主就追不上我 忽然一道甜美的声音传来 孟师妹 有个小伙似乎在找你 我帮你把他带过来了 龟翼闻言内心咯噔一下 随后他就如同生锈的齿轮般 僵硬的扭头看去 不出所料正是男雪仙子和顾君招两人 龟翼顿时气的想骂娘 男雪你清醒点啊 你就是因为对顾君招一见钟情 结果被毁容 被雷劈 下场比老娘我还惨啊 此时顾君招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师姐 原来你跑得这么快 接着又看向龟翼身旁两名男子 这才明白师姐不是讨厌男人 只是单纯不喜欢自己 而龟翼听了顾君招的话 顾君感觉背后一两 不跑难道给你送人头吗 但还是摆出一脸温和的笑容 小伙子别瞎想 只是我们身上有鸡毛 若是让你轻易得到 宗门长老见了会怎么想 我怕耽误师弟前程啊 不料下一秒 顾君招就从裤裆掏出根鸡毛 龟翼见状顿时经的合不拢嘴 我去 他刚刚从哪掏出的鸡毛 男雪仙子则给出了答案 孟师妹的师弟真厉害 我一不留神 鸡毛就被他抢走了 说完便与众人告辞离开 龟翼听着对方的夸奖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蓝雪不是对顾君招一见钟情吗 咋就走了呢 感情就我一个人在走剧情了 可当他回过神 就见话劳难往着男主身上凑 这位兄台真是嘎嘎猛 蓝雪仙子的鸡毛都能抢到手 龟翼见此情形不禁有些凌乱 龟翼反派和男主唠起了喝 他觉得有必要甩开这帮人 再不跑心都要操碎了 还怎么摆烂 于是他趁着众人不注意 悄悄掩盖气息准备开溜 不料他刚迈出一步 就被顾君招发现 师姐要去哪儿 美少女当了百事大魔头 但每次都死于男女主见相 于是再次重生的他直接选格摆烂 就算参加宗门试炼也敢偷懒睡大觉 可他醒来却是两眼一抹黑 只因四大炮灰聚了五 多出一个是男主 为了防止故事崩坏 于是他决定崩撤脉溜 然而他刚迈出一步 竟被顾君招发现 师姐这是要去哪儿 归一文言后脚步一顿 可下一秒就使出浑身解数来逃跑 龙叔听到动静后便停止了修炼 随即起身追上归一的步伐 顾君招见状也紧随其后 只有华劳男猛逼得像个华劳男 于是不管三七五二零也追了上去 归一则无奈地瞥了眼神后 觉得这三个跟屁虫是真的烦 随即纵身一跃跳上了围墙 不料下方传来争吵声 你一个练气二接也要跟咱们争 之前顾君招抢了鸡毛 转眼就溜得没影了 你刚好让兄弟们消消气 女孩则戳着泪水解释道 我就是路过 没想着和你们抢鸡毛 而且顾师兄也是凭自己的本事 抢到的鸡毛 可那几个卡拉米却不是讲理之人 不是为了鸡毛 那你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说着便伸出自己的咸猪手 可还未触碰到女孩 咸猪手就被一颗陨石击落 下一秒那卡拉米就痛得嗷直叫 混蛋竟敢暗算我女友 有本事出来单挑啊 归一文言便调笑道 你确定 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女孩看青来人后眼睛一亮 还甜甜地唤了生梦师姐 而一旁的卡拉米却吓得直哆嗦 师姐别误会 俺们就是路过 那个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 说完便如丧家之犬般四处逃窜 然而归一并未理会那群小嘎嘎 她只想赶走凡人的苍蝇 可刚才的女孩并未离开 她很感谢归一的帮助 还表示立志成为归一这样的人 听到这话的归一眼眸微动 没想到她这个大反派 竟能成为别人的奋斗目标 换作以前 说不定就把女孩留在自己身边了 可现在她只想摆烂 女孩并不因归一的冷落而伤心 反而神情坚定地说道 师姐 我叫徐江江 我一定会努力进内门的 可听到这名字的归一却是一正 立刻询问女孩是哪个江 徐江江的徐 徐江江的江 她话音刚落下 归一就来到她跟前 还好奇地打量着眼庭的少女 原来你就是徐江江 凶狠残暴的反派女魔头 居然也有可爱的小迷妹 然而她却是下场悲惨的女配 散修将她侮辱后残忍地杀害 尸体又被太岁玲修饰恋成傀儡 然后派她去刺杀女主花龙月 可女主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 竟让死去的江江恢复了神志 如今归一重生才明白 江江居然是自己的小迷妹 难怪后来她和女主分道扬雕 可江江见归一一脸严肃 以为自己说错了话 惹得师姐不高兴 慌乱之下一步留神脚被绊倒 好在归一眼疾手快 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这时归一察觉鸡毛的禁止消失了 随后她记起试炼的规则 只要外门弟子触碰到鸡毛持有者 就会判定抢毛成功 于是她将鸡毛递给一脸猛逼的江江 不料这一幕被三个根屁虫看见 话劳男直接质问归一是不是在作弊 然而这次真的纯属意外 归一便理直气壮地说道 别瞎说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是按规定来的 刚刚这位师妹确实是碰到我了 说着便开始结印回城 既然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就拜拜了各位 只听嗖的一声 便从众人眼前消失 可归一刚回到宗门 其他门派弟子便围了上来 他们都想知道天才是怎么练成的 归一也不藏着掖着 努力是不可能努力的 多读书 少看棒 少吃零食多睡觉 记住了吗 那些弟子听了归一的话 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这时灵月赶忙上前打圆场 那个师妹的意思是 光靠努力是不够的 要顺其自然 不能强求 归一听了灵月的瞎话 不禁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 师姐比我还能扯 等到灵月回房 发现归一还是老样子缩在床上 她知道现在归一还没睡 便没好气地质问道 归一 我刚刚都看到了 你试炼时候竟敢想着送鸡毛 师姐你听我狡辩 我是觉得试炼难度太高 要给外门弟子送送福利才行 灵月文言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就知道偷懒 明天开山大点结束后 你要是没选到一把好剑客怎么办 这话让归一心中有些愧疚 因为这么多次轮回 师姐一直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我 可我这个恋爱脑眼里却只有男主 她看了眼在床边修炼的师姐 想着这是个回报她的好机会 师姐你放松一些 接下来便按我说的做 你先这样这样 然后那样那样 灵月先是一正 随即转换结异姿势 片刻后她的脸上满是惊喜 因为她沉浸已久的灵气 竟然有了活跃的迹象 可刚刚那方法她从未听过 便猜测归一可能有她自己的一套修炼方法 不过还是要感谢一下归一 可回头后却发现对方早已沉沉地睡去 美少女身为天才剑修 明知眼前有把大宝剑 却选择一把团扇当武器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可她无论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可故事的走向越来越奇怪 不仅多了织不穿内裤的火鸡 就连男主也和反派混一起 但她却没有因为故事偏移 从而被送回故事起点 归一不禁陷入自我怀疑 难道是我走错了剧情 直到下午她来选取本命剑 这才任命般地想着顺气自然 而与她同行的几个弟子却颇为激动 因为剑种里面有着老祖用过的大宝剑 虽然他们不知道剑长什么样 但还是会忍不住幻想自己就是那个信任 归一却知道圣剑长什么样 只不过那柄剑是男主的 这是一道沉闷的声音传来 在剑种大门开的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流从门缝中溢出 然而这不是普通的狂风 而是剑林的剑气 归一和几个反应快的弟子 在第一时间掐绝抵挡剑气 本反应慢地直接被剑气所伤 直到剑气散去 弟子们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剑种伸出 生怕好剑被别人拿走 反观归一却像个异类 不仅慢悠悠地在那晃荡 还直接打量起门口的武器 师兄剑状被胆交集 师妹快跑起来 别盯着门边的破烂潮 都是没有剑林 他话未说完 大门便无情地关上 此刻同样着急地还有一众长老 因为这次剑种主要为归一而开 别人都知道宝贝在身处 只有归一在门边剪破烂 归一刚一伸手 外面长老直呼打咩打咩 生怕归一真的选了个破烂玩意儿 可他们不知道 归一眼前这柄看似普通的剑 就是那把老祖用了都说好的大宝剑 但他为了不改变剧情走向 最终还是将手收回 长老们见状不由地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他们就集体傻眼了 只见归一思考了足足一秒钟 便毫不犹豫地拔下把团扇 突然他脑海出现一道声音 女娃子 你眼光不错 美少女不仅睡觉流口水 还喜欢在垃圾堆里剪破烂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可她无论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当宗门长老让她选把大宝剑 她却毫不犹豫地剪起芭蕉扇 突然他脑海出现一道声音 女娃子 你眼光不错 归一疑惑地环顾四周 试图寻找声音来源 这时她想到一种可能 于是凑近扇子小声嗶嗶 老安 马卡巴卡 可扇子依旧纹丝不动 归一剑状不由地输了口气 因为她为了摆烂混日子 才故意在垃圾堆里剪破烂 要是这都能剪到宝 那就真的离大谱 此刻剑种深处 中弟子才发现归一走丢了 而他们是奉淮山的指示 来帮归一挑选大宝剑 可他们因为禁剑种太过激动 直接把正式抛之脑后 季卿作为师兄 便主动提出自己去找师妹 当她回到门口时 本想着师妹应该不会在这剪破烂 结果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归一不仅出现在门口 而且手里还拿着把团扇 季卿见状内心咯噔一下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赶忙上前阻止道 打咪打咪 师妹不要想不开啊 然而归一仿佛没听到般 自顾自地开始结印契纪约 突然归一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因为眼前这看似普通的扇子 其本质竟是大宝剑 但他手上的动作并未停止 只见一个个符文浮现在扇面上 直至契约全部完成 他才心满意足地拿起扇子查看 而此刻季卿如同司马般将在原地 师妹你身为剑修 怎么就选了把扇子作为本命剑 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一定会难受死的 哎呀呀 这本命武器要适合自己才行 你不觉得这扇子和我很配吗 随即他又指了指剑种身处 表示自己剑多是光 可以帮师兄参谋参谋 放心绝不是剑破烂 这时团扇的挂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上面的符咒纹路很是复杂 可当今的扶修并不具备着技术 龟翼便猜测这东西应该有些年代 而银铃像是回应龟翼般轻微摇晃 女娃你眼光不错 听到这话的龟翼脚步一顿 又是那熟悉的声音 而他的异样刚好被激情瞧见 便关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 龟翼则是随口敷衍 然后将团扇往胸前一塞 结果不出他所料 银铃被留了下来 龟翼根据前世的经验 明白这银铃便是武器的气铃 但为了方便携带 龟翼直接现扎了个耳洞将其带上 走起路来还时不时地发出清脆的叮铃声 忽然龟翼指着一柄长剑说道 就他了 己青也相信自己师妹的眼光 便毫不犹豫地伸手拔剑 可在他握剑的瞬间 一旁的龟翼却惊呼不好 因为己青即将被大宝剑榨干 女孩重生百次却只想着摆烂 只因他是布市里的炮灰反派 无论剧情怎么变他都只有死 于是他选择摆烂睡大觉 可是剧情发展越来越奇怪 他为了不抢男主的大宝剑 便随手捡起一旁的破扇 不料破扇是会说话的宝贝 他又主动帮师兄找配件 一个敢指 一个就敢拿 结果师兄握剑瞬间 体内的龟翼直接被炸干 地旁龟翼立刻反应过来 随即结印召唤聚灵法阵 将周围的龟翼凝聚起来 然后小手一挥 龟翼就如潺潺溪流般 迅速涌入对方体内 季青震惊地望向龟翼 他本以为自己要玩玩 不曾想师妹如此牛叉 这时龟翼察觉对方在走神 便提醒他要专心控剑 然而这样的状态没持续多久 龟翼的神情就逐渐凝重 因为在这样耗下去 他自己也要被炸干 于是他做出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嘴上喊着巴拉拉能量 背地里却悄悄开外挂 下一秒季青脸上满是惊恶 他的周围居然到了助击中期 但他明白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 只见他双手飞快的结音 其身后剑骨发出万丈光芒 可在契约完成的瞬间 却惊呆了一旁的龟翼 原来季青在剑林的反馈下 修为飙升到了助击大圆满 要是被宗门查到和他有关 那还怎么摆烂睡大觉 反观季青却是心情大好 多谢孟师妹帮 打住打住快闭嘴 今天的事情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懂吗 要是长老问起来 你就说我是个路过的吃瓜群众 等到选见仪式结束 龟翼还是老样子在床上躺尸 翘着二郎腿扇山峰很是享受 不过他很好奇 明明契约已成 却什么也看不到 想知道吗 那道奇怪的声音再次出现 龟翼刚想接话 林月却在这个时候冲了进来 而他身边还带着刚入内门的江江 师姐 今天难得放假 我做了些糕点 可当他瞥见龟翼的本命扇 还是忍不住的安慰道 那个 你不要难过 啥 难过什么 龟翼巴唧巴唧地吃着点心 神情却是一脸猛逼 然而江江以为龟翼是强装阵地 便默默转移话题 我刚刚进来时 发现顾师兄在外面处了好久 听到这话的林月瞬间戒备起来 生怕对方拱了自家的白菜 龟翼却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不管重生多少次 师姐还是那么讨厌顾君招 师姐 他毕竟也是内门的人 让他进来吧 然而顾君招进门时却抱着个枕头 龟翼枕头拉我床上了 今天有空我就送了过来 可林月听枕头两字瞬间炸毛 直接化身呲牙咧嘴的恶绝 龟翼才13岁啊 顾君招你这个禽兽 美少女又把绝世神兵 却将他当垃圾般嫌弃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可他无论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烂 即使曾经喜欢摆世的男主 如今在他眼里就是狗屎 结果龟翼越是不搭理 男主反而主动送上门 其目的只是为了还枕头 单纯的江江只觉得 师兄师姐关系好 但林月却是恨得牙痒痒 仿佛只要顾君招越界 他就会上前撕咬 顾君招心里也有数 直接将枕头抛向龟翼 然而龟翼拿到枕头后 便旁若无人般呼呼大睡 顾君招见状便识去地告辞 一旁的林月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于是也紧跟其后 直到他俩出了院子 他这才开口质问 龟翼最喜欢的枕头 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你对他做了什么 如你所见 他在开山大典之前都睡我床上 顾君招将事情如实道出 却让林月更加毛火 恨不得将对方做个稀烂 你们之前的事情我忍了 但在你有足够本事之前 别想来我家偷白菜 不对 别来接近我家龟翼 顾君招文言露出一抹微笑 我知道了 多谢林师姐提点 说完便禁止离开 只留下神情错愕的林月 我去 这小子不会来真的吧 此刻屋内的江江 看盘子被舔的一干二净 便吸满一族地回去修炼 然而此时的龟翼却是在装睡 等到江江离开 龟翼便尝试和善子对话 老铁在吗 不在的话之一声 这次善子难得有了反应 结果第一句话就是 问龟翼怎么不修炼 修炼个锤子 反正是反派炮灰的命 炼了也白炼 已然一副爱砸砸地的架势 虽然善灵听不懂什么反派炮灰 但龟翼的态度还是让他生气 我上任主人可是百岁非生第一人 现在主人却是个百万小能手 然而龟翼作为修士 他的道心就是百万 于是他又躺了下去 你不乐意就走呗 我又不拦着你 这可把善灵气得不轻 直接趴的一下往他额头拍去 然后再次回到半空 只见他左三圈右三圈 空中旋转两周半 忽然善子周围光滑大作 随后凝聚出十八把长剑 哪怕龟翼重生百事 也不由得感到惊讶 老娘在垃圾堆里剪得破烂 没想到花样还挺多 不过他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用这种东西来扇风 不会一个不小心 就把自己嘎了吧 一想到这 龟翼抓起善子骂了句 垃圾玩意儿 真鸡肋 善灵本以为展示自己的性能 就会让龟翼回心转意 不曾想反而遭到嫌弃 你个不适合的骂我鸡肋 外面可有一堆人缠我的身子 那你滚啊 吼那么大声干嘛 知不知道很吵啊 万人追控的天才美少女 却被人当小机班拎着走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可她无论怎么努力 最终都会被当作反派处死 于是这次直接选择摆案 从此不管是老师讲课 还是参加宗门试炼 她都能倒头睡个天长地久 可她现在却是满脸的忧愁 只因她最近摆烂摆得太明显 结果惹目宗门一众的长老 于是淮山下达最后的通牒 从现在开始 你要是每月月考不及格 为师就天天盯着你练剑 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师姐早 归一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不出所料是顾君招那小子 于是他敷衍地回了句早 然后就靠在一旁的柱子上打短 顾君招见状瞬间就明白 恐怕师姐的睡影又犯了 突然他猛的一惊 要是再这么睡下去 考试就要迟到了 随即大步上前准备捞起柜仪 然而柜仪早有预料 便故意挪动身子避开 不曾想顾君招的手速更快 将他抱起后夹在自己的夜下 然后朝着考场飞快地掠去 此刻柜仪气得想骂娘 这小子居然会预判走位了 随后他被拎着一路跑 还引得一片吃瓜群众来围观 柜仪见状不禁内扭满面 应应应 老娘我不甘进了 直到进了考场 顾君招这才将他放下 柜仪边整理自己的外袍边道谢 师弟 多谢你了 然后飞也似地冲进考场 可在考场上 别人都在奋笔疾书 柜仪却在呼呼大睡 等他迷离呼呼睁眼时 却发现自己身处云端之上 不远处还站着顾君招 此时他在笑 还笑得很好看 柜仪见状忍不住的伸手 忽然一道身影穿过了他 君招 你一直在等我吗 柜仪看着深情对视的两人 换作以前的他 定然要冲上去把他们拉开 可如今的他 内心却没有半点波澜 翅膀硬了翅膀 居然偷窥我的内心 像是印证他的猜测版 下一秒扇灵便凭空出现 原来你真的活了很多事 难怪百满都还这么牛思 柜仪文言不禁有些愁闷 可以想到被人窥探内心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只见他满脸怒容地抬起伸手 随后毫不犹豫地朝地面拍去 你还鄙视一击秒杀对手 可倒下的却是他自己 醒来不仅发现裤衩子没了 而且上面还多出两个洞 原本他还没这么容易昏睡 只因今天考试睡觉的时候 有人悄悄窥探他记忆 他的舔狗生涯也随之暴露 于是他不顾反噬强行冲破幻境 可他突然拍桌的举动 让周围考生吓得一哆嗦 柜仪就借此机会提前交绝 可他刚出考场就感觉浑身乏力 下一秒就直挺挺地往后倒去 他知道这是强行冲破幻境的反噬 我是不是要死了 死个锤子 你要结单了 快起来打坐 龟仪文言一正 立马翻身起来打坐 他前不久才住击 如今又要结单 被发现在得吓死多少人 随着龟仪手势不断变化 善灵立刻察觉到异样 龟仪居然在压制静静 而且使用的还是上古风铃阵 丫头 你怎么会这个阵法 当然从你那儿啊 你入侵我的神识 总该要付出点代价 你该不会是想白条吧 不过这封灵阵是个好东西 有了这玩意儿 以后升级就不会这么快 我就能继续摆烂了 一想到这 他顿时感到心情舒畅 于是翻了个身边呼呼大睡 可当他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躺在路中央 师姐 你终于醒了 你的剑术笔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龟仪这才想起来 他还有一场实战考试 于是他拿起配件登上擂台 孟师妹手下留情 承让承让 承让个屁 老娘输了就要被师傅盯着练剑 我尽量给你个痛快 在裁判宣布开始的瞬间 少年手持长剑直冲龟仪 龟仪却是淡然地转动手中长剑 只听冰的一声 少年的剑竟被一击挑飞 裁判剑状立刻宣布 清云风龟仪胜出 龟仪听到结果后 便不紧不慢地朝场外走去 可当他走到擂台边缘 突然一股睡意袭来 身体便摇摇晃晃地朝地面摔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红植从一旁窜出 并稳稳当当地接住龟仪 他拖着龟仪不禁吐槽道 真是什么地方都能睡 徐江将见龟仪被人拖在地上 他想上前解救 可他却无从下手 因为红植的地位非凡 他得罪不起 等到龟仪再次睡醒 就看见红植手里提着他的裤衩 上面还破了两个洞 混蛋 你对我裤衩做了什么 这简直太酷辣 红植却心虚地将其烧掉 只要裤子没了 那裤子上的洞就与他无关 三天不打上房接� 信不信我拔了你鸡毛做成裤子 然后套你头上来的鸡库铜笼 红植文言立刻转移话题 你强行压制修为了 我只能勉强看到一点点 龟仪没想到上古风林阵这么强 就连红玉幻鸟的神眼都看不透 这捡来的扇子还是有点用吗 听到这话的扇灵可感动坏了 音音音 我终于不是一无是处的垃圾了 美少女当了五千年的舔狗 如今不仅不舔还动手打男神 甚至主动帮他找未来的女友 就在两天前龟仪还向师父申请闭关 他表面上是为了提升修为 实则想着闭关就不用参加考试 还可以合法合规地躲起来睡觉 这简直不要太爽 可淮山文言却有些犹豫 维师觉得你现在修为还浅 闭关也没有多大用处 然后拿出一张羊皮卷接着说道 维师其实准备让你去凡陈丽练一半 期间还能多长长见识 听到这话的龟仪有些猛逼 因为他记忆里没有这段剧情 直到龟仪打开地图 这才发现针锋大陆原来这么大 以前他满脑子都是顾军昭 从来不关心外界的事情 突然他想到最近剧情越来越偏 但故事却没被重置 或许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去找故事女主问个清楚 毕竟女主是个穿越者 于是他答应了怀山的提议 好 我过两日便下山 可出发当天他却是满脸的黑线 为什么你们几个会在这 哎呀 人家不放心吗 那个 我不想和师姐分开 龟仪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 本以为是一个人出去了 结果竟是拖家带口 突然他的肩膀被人磕了一下 然后一个亮枪即将摔倒 这是一双大手将他稳稳地拖住 龟仪看青来人后 瞬间挣脱对方怀抱 我去 怎么哪里都有你小子 顾军昭微微一笑 表示尊者允许同行的 龟仪闻言有些无奈 随即转念一想 这次是去找这小子的相好 带着他好像也没啥毛病 不久后他们就来到第一个目的地 海安国边境珊瑚城 然而他们刚一入城 凌月就满脸惊恶地指着前方 因为一眼望去全是衣衫蓝绿的乞丐 还不断地朝着他们涌来 凌月见他们各个面黄鸡兽 自然是于心不仁 于是拿了些碎银分给他们 这是一名乞丐扯了扯龟仪袖口 哀求着给点吃的 不曾想龟仪把将对方甩开 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宗门一站同去 悟君招见状有些震惊 我以为你们女孩子都很善良了 呵呵 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又不是修善夜道的 不需要截善员 佩绝反派主动找上正道女主 然而两秒半后反派就睡在女主怀里 住酒前龟仪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城寨 不曾想遇到大批衣衫蓝绿的乞丐 师兄师姐纷纷出来接济乞丐 龟仪却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顾君招见状有些意外 他还以为女孩子都很心善 龟仪却说自己没有义无做慈善 然而话刚说出口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的言论怎么听都像个反派 不料顾君招扑斥一下笑出声 直言龟仪的想法好奇怪 可一旁的龟仪却无语了 我去 这小子脑子不会瓦特了吧 这么无情的话他居然觉得好笑 随即他展开地图不再理会 他目前首要任务是找到女主花龙月 龟仪根据前世记忆 知道花龙月经常救助贫困的人们 而他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小城 平级到他国都不屑掠夺 所以这地方极有可能偶遇女主 而他只要等待女主出现即可 于是他当机立断倒头就睡 最后还是顾君招将他带回驿站 突然龟月急匆匆地进来 然后拽着龟仪领口边摇边大喊 醒醒别睡了 季卿师兄要被乞丐玷了 龟仪却打着哈切不以为意地说道 他是修仙者 还能被一群乞丐打死不成 龟月文言觉得有些道理 可以想到一切因他而起就心存愧疚 直到半个时辰后 季卿才狼狈不堪地回到据点 几人见状皆是一惊 没想到这帮乞丐如此凶残 还好师兄的裤衩还在 这时季卿讲述自己的遭遇 原来在他即将凝结不保时 一位胸肌很大的小哥救了他 龟仪一听是胸肌很大的小哥 便猜测此人可能就是女主花龙月 毕竟这个时期的女主就是个男装大佬 不久后的一条巷子里 男装花龙月正晃悠着手中的钱袋 他没想到在这都能碰到太亲闻的人 要是晚来一步那人恐怕就剩裤衩了 这时围墙上一道声音传来 西西终于找到你了 花龙月文声望曲 当他见到龟仪的瞬间 只觉得对方很漂亮 像是从动漫走出来的少女 龟仪却是歪头一笑 你让我等得好苦啊 等得我快要睡 然而他话未说完便感到一阵困意起来 花龙月本想说些什么 就见对方从围墙一头栽下 于是他闪身上前接住坠落的龟仪 同时疑惑这小妹妹是怎么回事 话说一半居然睡着了 女孩指着两个男人说他们是夫妻 双方不仅不信还觉得女孩脑子有病 但是女孩知道其中一个是假小子 就在刚刚龟仪来找女扮男装的女主 结果因为太困一头栽进对方怀里 花龙月猛逼地看着怀中女孩 心想该不愧是哪种碰瓷心套路 此时龟仪沉醉在温柔乡无法自拔 嘿嘿嘿 不愧是故事女主 这身子好软好舒服 真想这么躺着不起来 原来师姐喜欢这种类型吗 我还说你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龟仪见来人是顾君昭瞬间呆两秒半 随即又是左看又看换上一副姻母笑 可惜可贺 这下男女主角相遇了 花龙月认出少年是太亲吻的人 便将怀里的龟仪放下 然而此时的龟仪却是异常激动 询问两人看对眼了没 有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 花龙月文言直接贴上龟仪的额头 他想确认孩子有没有发烧 不然怎么老说些糊涂话 但这轻易的举止让龟仪老脸一红 随即告诫自己对方是女的 我脸红的泡泡茶火 等他冷静后又是一阵沉思 书中明明说着两人一见钟情 可现在看起来怎么都不像了 完了完了 剧情又歪了 我就一个反叛小嘎嘎 要是男女主不想爱了 那我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下一秒他就脑袋当机倒了下去 花龙月慌忙上前查看情况 他这是怎么了 我说他睡着了你信吗 然后伸手希望对方交出龟仪 由他将龟仪带回驿站 然而花龙月并不放心将人交出 虽然你们是同门 可我不信任你 顾君昭觉得这是他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我是太亲吻的人 怎么轮到一个外人来质疑 然而花龙月不会随便将龟仪交出 就算女孩认识的人也不行 毕竟在现代 很多女孩都是被熟人下手的 于是掏出四十米烧火棍警告道 你要是赶乱来 就别怪我火棍无情了 而此刻的龟仪看起来在昏睡 实则是躲到了心境中 因为刚刚思考太多类了 于是就进来歇歇 碎云善对他行为略感无语 你这样合适吗 外面那两人因为你打起来了 龟仪却不以为意 毕竟故事里两人初次见面 就是为了夺宝打起来的 可是这小伙放杀招了 我去 他们这是来真的呀 龟仪这才发现这下完大了 下一秒他就回归现实 好但花龙月也有些实力 稳稳地接下顾军朝的杀招 龟仪见状幕吼道 你们在做什么 还无缘无故昏倒 男人却说他在睡觉 还说要送女孩回家 结果被另一个少女当成罪犯 还掏出四十米烧火棍以示警告 实际上龟仪却是装晕在偷看 本想撮合外面两人的关系 不曾想他们纷纷使出杀招 吓得龟仪立刻出声喝止 双方见状便收起各自的武器 然后询问龟仪身体状况如何 龟仪则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这人想要带走你 我怕他做出畜生之举 顾军朝闻言只是冷哼一声 显然对他的话很是不服 而明白前因后果的龟仪不禁感慨 不愧是顾是女主 顾军长得挖腮人品也好 真想和他贴贴 于是笑眯眯地说道 谢谢你 哪里哪里 女孩子保护女孩子 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龟仪闻言却是微微一正 他怎么突然自曝自己是女孩 这时花龙月伸手去拉龟仪 不曾想被顾军昭抢先一步 师姐既然醒了 那么咱们回去吧 可龟仪刚走两步又转头 看向花龙月 阿月 有时间来我们驿站唠唠嗑 记得一定要来 花龙月也愉快地答应下来 等对方走远后 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介绍过自己 对方却能准确说出他的名字 不久后龟仪回到宗门驿站 今天成功找到女主 让他心情大好 想着等一下在床上 犒劳犒劳自己 突然他的肩膀被人死死拽住 可当他回头一看 是顾军昭就略感疑惑 这小子怎么跟吃了炸药一样 难道我开花龙月的油被发现了 只见顾军昭磕磕巴巴半天 然后神情严肃地问了句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他想知道龟仪到底是怎么看他的 就像此刻两人明明面对面 但中间仿佛有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没有 你别瞎说 龟仪语气平淡地否认 却让顾军昭有些迷茫 他自以为见过许多人 却无法看懂龟仪在想些什么 之后两人一路沉默 直到进了驿站 龟仪就被林月扑落地满怀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去了 万一你在外面困了怎么办 可当他瞥见后面的顾军昭 立刻拉着龟仪朝屋内走去 还让顾军昭去看看仙门委托 并以此来支开对方 林月可不想自家白菜被男人骗住 直到五个时辰后 女孩一天要睡25小时 却被称为大陆第一天台 因此被女主怀疑是穿越者 于是在对方耳边悄悄说了句 天王盖地虎 结果女孩也回复了五个字 原本花龙月印龟仪邀请来唠嗑 却意外得知太清门接了个委托 内容是调查海安国生气枯竭的原因 听到这话的龟仪不免有些惊讶 怎么故事走向右外了 反正男女主都在这 应该能查出点东西 此时同样忧愁的还有林月 因为她也不知道这任务该如何下揉 随极恶狠狠地看向罪魁祸首顾军昭 这个任务你接的 你要负责 顾军昭对此并无意义 想要查出其中的原因并不简单 你们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花龙月话里话外暗示他们应该放弃 可顾军昭见说话之人是花龙月 就像吃了炸药一样质问对方为什么在这 我在这里关你什么事 又没吃你家大女 这里是太清门驿站 闲杂人不得入内 双方一顿嘴炮后掏出各自武器 而一旁的龟仪剑他们又要打 便默默地爬回自己的被窝 麻了麻了 他俩爱咋咋地吧 反正遇事不绝睡大觉 如果不行 那就是睡得不够久 于是他就在打斗声中呼呼大睡 片刻后林月发现龟仪已经睡去 直接对打斗的两人呵斥道 你们要打出去打 别吵到孩子睡觉 交战两人文言结实一顿 只听顾军昭了一声便走出房间 然而花龙月并未离开 他很好奇龟仪为什么这么能睡 林月却告诉他龟仪以前不这样 那个时候的龟仪既韧性又高 但是是个没日没夜的修炼狂魔 还立志成为super塞亚人 这番话让花龙月更加疑惑 眼前这个呼呼大睡的人 怎么看都很努力沾不上边 难道是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月也认同这一观点 但仔细一想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只记得从3月15号那天开始 龟仪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开始摆难 花龙月一听是某天突然变成这样 心中便有个大胆的猜测 他自己就是从小穿越过来的 那龟仪会不会也是类似的情况 当林月说有事情需要处理一下 问要不要一起时 花龙月则已照看龟仪的理由婉拒 等到林月离开 他才悄悄地凑近龟仪耳边 然后轻声说出穿越者暗号 即便我不便 5号 看相线 天王盖第五 宝塔镇和妖 配角反派因为阿爸阿爸说梦话 竟被正派女主当成穿越者老乡 原来不久前花龙月得知 龟仪每天睡25小时修为 却能嘎嘎掌 这让他怀疑龟仪是带着外挂的穿越者 于是试探性地说了句 巴拉拉能量 老摩先全身变 花龙月文言顿时老泪纵横 没想到这都能遇到老乡 随后又一脸心疼地看向龟仪 孩子 你以前的生活一定很辛苦吧 然而龟仪却是一脸猛逼 老娘在宗门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这很苦吗 而且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那句巴拉拉我都听了几百遍 要是还记不住可以把自己埋了 突然花龙月满脸兴奋看着龟仪 想吃蛋糕吗 下一秒龟仪眼前就出现块草莓小蛋糕 他记得这是花龙月给顾君招吃的生产蛋糕 可今天又不是他的生产 花龙月则笑吟吟地表示别在意 要是你喜欢吃 我天天给你做 听到这话的龟仪也不在犹豫 随即插起一块蛋糕开始品尝 蛋糕入口的瞬间 他就被这松松软软的口感所惹服 然而蛋糕越是甜蜜 就让他觉得以前的自己越可笑 落寞的神情被花龙月尽收眼底 怎么突然这出表情 龟仪则笑着表示是蛋糕太好吃了 担心以后吃不到怎么办 花龙月文言瞬间干净满满 此刻的他已经将龟仪当妹妹看待 你喜欢什么口味 我再给你做 龟仪表示自己喜欢葡萄的 随后为了不打扰龟仪睡觉 花龙月没待多久就离开 临走时还透露自己也在调查海岸国 龟仪文言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这种事情就交给你了 因为他相信花龙月有这个能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 花龙月每天都会准备快蛋糕 这次还是龟仪钟爱的葡萄味 这是林月谈起顾君招的事 毕竟他出去五天了还没点消息 林月刚想问要不要出去找找 却发现龟仪已经上床睡觉 其实龟仪明白林月的意思 但现在剧情已经偏到了西伯利亚 他可不想动脑子多管闲事 然而当天他做了个非常真实的梦 梦里他看到顾君招浑身是伤 而他的腹部还有个致命的血窟窿 顾君招死了 男人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就他的却是一直讨厌他的女孩 原来不久前龟仪做了个梦 梦里顾君招被高高挂起 他的腹部还有个致命伤口 看到这一幕的龟仪脸上满是惊恶 顾君招竟然死了 忽然他听到师姐的声音 龟仪师妹 师妹醒醒 爷磨磨蹭蹭的 咱们该下山除虫了 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话 让一直淡然的龟仪慌了 他明白自己再次进入了轮回 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忽然林月像是换了个人面无表情的看着龟仪 想回去吗 想回到那个就算不走剧情 也不用轮回的时间线吗 这话让龟仪猛被遗争 可不等他多想 那道空灵的声音再次传来 如果你想要回去 那请你保证书中两位主角不要无故身亡 你只有一次机会 请珍惜 最后皈依感觉身体在猛地下距 那种失重感让他有些恐惧 等他再次睁眼时 周围还是那个熟悉的房间 刚刚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 他看了眼外面的夜色 如果刚刚那个梦是真的 那距离顾君招出事还有两个时辰 他必须尽快前去救人 随即他运转灵力开始结印 只平休的一声 他以极快的速度向顾君招锁在地掠取 而此刻的顾君招浑身是伤的瘫坐在地 他看着眼前的男人不禁嘲讽 大名鼎鼎的杀手老大 居然有空来刺杀我一个练习小嘎嘎 然而龙叔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几句简单的嘲讽他并不放心上 并且还饶有兴趣地看向顾君招 少年 你有兴趣和本作赌一赌吗 赌他会不会来救你 要是他来了 那本作就放了你 要是没来的话 那就把你脱光挂在那漂亮的红衫壶上 你觉得如何 顾君招一听要把龟一牵扯进来 眼神瞬间冰冷 你要杀便杀 不要废话 我顾某此生与赌毒不共戴天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后悔 随着刷的一声 锋利的长剑向着顾君招刺取 而顾君招像是任命般闭上了双眼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把蒲扇挡住龙叔攻击 两个男人见到这一幕纷纷感到震惊 拿扇子作为本命武器的还能是谁 只见龟一自高处缓缓落下 手中碎云扇轻轻一挥 就把龙叔的剑再次弹飞 想动我太亲门的弟子 那就洗干净屁股接受怒火吧 男人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就他的却是一直讨厌他的女孩 因为龟一身为故事反派 只要故事男主意外身亡 他就会重生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所以他即使讨厌顾君招 也要竭尽全力护他周全 不曾想顾君招开口第一句就是责备 你来做什么 我去 什么态度 你以为老娘想救吗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叫顾君招赌赢了 本座与那小子打赌 只要你来救他 那我就饶他一命 说着便解开顾君招身上的束缚 然而龟一已经重生百次 岂会不知对方那点小酒酒 龙叔大人说谎 建议先打个草稿 首先我这师弟与赌毒不共戴天 其次你作为杀手 如果真放了我师弟 岂不是砸自己招牌 龙叔见对方戳穿也不挠 反而对龟一越发的好奇 这时顾君招发现龟一在偷偷布阵 便明白一场恶战无法避免 于是想要起身帮忙一起战斗 结果反被龟一怒怼 你乖乖呆着 别给老娘添乱 下一秒他就高高跃起发动攻击 在龙叔反击的瞬间 龟一一个虚晃从他身旁掠过 此刻的龙叔眼里满是震惊 没想到龟一速度如此之快 突然周围的灵力朝着龟一涌去 随着龟一手势不断变化 碎云扇顿时光滑大左 与此同时龙叔周围显现数把零件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龟一攻击是假 实则是在他周围布下大阵 只见龟一双手一拍 整个青色大阵一分为二 而处在阵中的龙叔再次震惊 他虽自诩是最擅长法阵的人 可这法阵的复杂程度他也是前所未见 然而此时龟一并未追击 先是给顾君招为了磕身腿瞪眼完 然后拉着他就要逃跑 顾君招看了眼被困住的龙叔 我们不打了吗 龟一则是简单的门了一声 接着便催动法力准备遇见狗人 结果刚一起飞 顾君招近从舰上跳了下去 女孩被困住自己最讨厌的男人 然而男人不仅不跑 还再次上去送人头 见到这一幕的女孩气得直骂娘 只因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为了避免再次陷入轮回 他必须确保不识男女主的安全 于是只能捏着鼻子再次去救人 突然一个圆鼓鼓的布袋朝他丢去 而里面装的竟是龟一最爱的小蛋糕 龟一辛苦了 剩下就交给我吧 龟一见来人是女主花龙月 他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随后他就躲在角落啃起蛋糕 已然一副吃瓜群众的模样 不远处的龙叔不禁抱怨道 道友你这有点不厚道啊 你放两个新人来打我 自己却躲在后面吃东西 啊 你缩窝吗 龟一说话的同时还不断往嘴里塞蛋糕 龙叔听到这含糊不清的话 顿时满脸飞泻 此时夹在他们中间的花龙月笑道 龙叔大人可以看不起这个男人 但不能小看我 龙叔立刻否定没有的是 然而他的语气却很敷衍 视线也始终盯着龟一看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龟一啊 花龙月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下一秒他就踏地而起发起突袭 龙叔见状立刻一个突刺反击 结果被花龙月一个后番躲过 而他身后的顾军昭 直接成了下一个目标 于是花龙月抓着顾军昭一灵往后丢去 只听通的一声 顾军昭被狠狠地砸在墙上 看到这一幕的龙叔也是一愣 这女的怎么打自己人 然而下一秒他就不淡定了 只见花龙月不断挥舞手中长剑 其剑刃上的红光赫然是布军昭的鲜血 龙叔这才明白对方在用血迹活杀阵 而后方的龟一表面是在划水 实则他一直在暗中操控阵法 就是现在杀阵气 随着两人话音落下 花龙月迅速祭出一张古琴 只见他的指尖不断在琴弦上跳动 其散发的杀伐之气让人窒息 下一秒龙叔就口吐鲜血 他的气势也逐渐为民 花龙月见状脸上的笑容越发森了 呵呵 不好意思 其实我是个法师 龟一看着那笑容差点被噎着 我去 女主你笑容收敛一些啊 你这笑得也太反派了吧 今天杀手因为刺杀失败 短头就要干掉自己的雇主 只要委托人没了 那他的委托就不算失败 而提出这方案的正是女主花龙月 原本他准备将龙叔就地正法 可他转念一想 龙叔就一个收钱办事的杀手 为了以绝后患必须除掉幕后黑手 于是他向对方提议要不要合作 然而龙叔不想就此收手 作为杀手他的信誉很重要 这时花龙月给出个剑语 那就是干掉任务的委托人 只要对方死了 那就不会有差别 听到这话的龟一直接压麻呆住 好端端的一个正派女主 说的都是些什么汉匪逻辑 忽然他脚边的顾君招手指微动 龟一这才想起被女主打成重伤的男主 于是他赶忙扶起顾君招查看伤势 随后感慨花龙月下手真够狠的 直接把人摔成浑身粉碎性骨折 龟一赶忙搓出几颗身腿蹬眼环 然后一股脑的给顾君招喂下 随着药效发作 他的伤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龟一确认无生命危险后 便走向还在谈判的两人 然后蹲在龙叔身前劝解道 龙叔大人 听人劝 吃饱饭 因为花龙月说的很正确 前世这人就是执意追杀顾君招 最后被男女主嘎嘎乱杀 不料龙叔不仅不听劝 反而阵阵有词地反问龟一 你可知让我杀顾君招的人是谁 知道啊 不就是龙家家主呗 作为龙渊帝国国主修为极高 而龙叔是龙渊国太子 如今花龙月的提议无疑是让龙叔去是父 可根据故事走向 龙叔最终会因为输给顾君招 从而被亲生父亲拿来当作近生的肥料 所以还不如听花龙月的建议 至少还有活下的可能 这时花龙月也附和道 我知道你的顾虑 但我不建议你和整个太清门为敌 龟一作为太清门千年一遇的天才 只要他想帮你 整个太清门都会是你的靠山 而话题中心的龟一却是一脸猛逼 他都不知道自己如此的重要 虽然花龙月那番话有些道理 但还是漏算了一步 龙叔不仅是杀手借龙叔 更是天道院大弟子龙叔 所以他的靠山还可以是天道院 而龟一要做的就是补上最后一道 于是他凑近龙叔耳边轻声说道 这位先生 你也不希望你的师父知道你是个杀手吧 男人表面是正道宗门大弟子 背地里却是万恶的杀手老大 并且这个秘密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不曾想遇到重生百次的龟一 他不仅对龙叔世纪了如指掌 就连他裤衩的颜色都是一清二楚 龟一见他死活不肯放弃刺杀任务 于是凑近龙叔耳边轻声威胁道 你也不想你师父知道你是个杀手吧 听到这话的龙叔猛地抬头 结果刚好对上龟一那双漆黑的眼眸 龙叔不断安慰自己这只是意外 因为这个秘密除了他自己别人不可能知道 突然他储物界里的物品不受控制的飞出 下一秒就见龟一手上多了织笔和张福禄 这两件东西只有天道院的人才有 你还有什么想狡辩的吗 这一刻龙叔是真的黄了 如果他的身份被师父和父亲知晓 那他将会成为师门败类 成为龙渊帝国皇族的耻辱 搞不好还会成为先门和帝国的敌人 他权衡立毙后 最终做出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选择放弃刺杀任务并投降 听到这一结果最高兴的还是花龙月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我们现在就是同伙了 随即问龟一是怎么说服这个铁头娃的 还伸手戳了戳龟一小脑袋 不料龟一如同泄气的气球般瘫软下去 花龙月见状迅速地将他拥入怀中 看样子龟一又睡着了 真是个奇怪的小家伙 不过还挺可爱 喂喂 还请龙叔大人帮忙把伤者送回驿站 毕竟人是你打伤的 你要负责 龙叔听到这话直接人骂了 之前打的伤早就被龟一治好了 但之后的伤明明是花龙月造成的 而且下手比他还狠 但他还是任命地朝着顾军昭走去 结果他刚一靠近 顾军昭就自己站了起来 还扬言不需要别人帮忙 龙叔顿时气地清金暴起 他堂堂杀手界老大 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可他现在被人抓住了把柄 所以这个气他不得不忍 不久后花龙月一行人回到驿站 然而杀手龙叔名声太过响亮 宗门弟子见到本尊瞬间引起骚动 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惹来杀生之祸 走在前方的花龙月则表示不用拦着 这人现在没有危险 此时灵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我等了好几个视权 你们没事吧 然而花音刚落下 就看到浑身是血的顾军昭 以及在他身后的杀手龙叔 灵月原本担忧的神情瞬间扭曲 救命啊 我要被杀了 这识破天惊的一声吼 唤醒了还在沉睡的龟姨 什么 师姐有危险 他迅速挣脱花龙月的怀抱 下一秒就护在了灵月的身前 是谁 是哪个逼仔子要杀我师姐 少女区就遇难了师姐 然而得知敌人是最强杀手后 竟然选择呼呼大睡 因为把龙叔带来的就是龟姨本人 原本龙叔接到委托来刺杀顾军昭 不要反被龟姨等人嘎嘎乱杀 然而龙叔接受过专业训练 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刺杀 可龟姨重生百次知道很多龙叔的秘密 于是通过友好谈判让龙叔自愿投降 灵月得知是误会便松了口气 随后他让众人早点回去休息 而他自己则将睡着的龟姨送回房间 等到龟月扛着龟姨离开 花龙月这才打了个冷战回过神来 刚刚龟姨保护龟月所释放的杀器 他光是回想都觉得后怕 此刻同样被震慑的还有杀手龙叔 他不敢相信龟姨才13岁 就能释放上位者才有的气势和杀器 随后叹了口气自嘲道 感觉龟姨比我还适合做杀手 你在想批齿 我家龟姨可是那种充电十小时 通话五分钟的类型 他吃吃喝喝一天都要睡十个时辰 让他工作就是要他小女 龙叔听到这话一脸猛逼 他怀疑花龙月在针对他 但是他没有证据 等到三天后龟姨才打着哈欠起床 一旁的龟月见状赶忙拿出个信封 龟姨你终于醒了 掌门已经回信了 可上面的禁制只有你能打开 龟月这番话让龟姨有些疑惑 回信是什么鬼 直到他看了信件内容才明白 原来故军招将海安国的情况通知了掌门 但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别的势力 掌门让他们暂时不用管 龟姨看完之后直接把信质摧毁 然后告诉灵月可以离开海安国了 什么 那咱们去哪 不知道 干脆咱们就边走边停混一年 不对 是历练一年 当花龙月得知龟姨要离开 他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突然就要走了 那海安国的事情怎么办 龟姨说了 接下来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处理的 而且他来海安国的目的已经完成了 花龙月文言有些好奇 像龟姨这样每天摆烂的人 居然也有想做的事情 灵月告诉他龟姨是来找人的 那他找的是谁 花龙月此时有些紧张 他想知道答案 又怕龟姨找的人不是自己 灵月看了眼花龙月笑道 是你哦 龟姨要找的人是你 只听啪的一声饼干碎裂一笔 花龙月的手抑制不住的颤抖 他不敢相信龟姨找的人真的是自己 打败敌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敌人喜欢上自己 所以当花龙月得知龟姨不远万里来找自己 他就对这个前世的敌人产生了别样的情感 当初他穿越到这个修仙界的时候才两岁半 因为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心智 所以他备受家人和师父青睐 而且对花龙月的事情不会多管 但他也渴望被人找到被人需要 如今他迫切地想从龟姨口中得到答案 龟姨 你找我 你来这里真的是来找我的吗 龟姨没想到花龙月会如此激动 但这件事也没必要刻意隐瞒 对 我是来找你的 然而这让花龙月更加不解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 为什么找到后又要匆忙离开 这时龟姨难得地露出笑容 当然是因为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呀 他之前是想问怎么才能修改故事剧情 但是如今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因为那晚梦到的神秘员告诉他 只要不让故事男女主意外身亡 那他也不会再次陷入故事轮回 正当龟姨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 花龙月忽然俯身将他按在床榻上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就动身 花龙月的举动吓得龟姨立刻脱口而出 心想这就是床上满壁咚吗 下一秒就见花龙月急匆匆跑了出去 龟姨一头雾水地看向龟月 他这是做什么 与当局者迷得龟姨不同 龟月嘴角扬起调笑道 说不定他想要和咱们一起走呢 龟姨则躺回床上准备睡回龙觉 他并不相信龟月说的话 因为他印象里花龙月是个有主见的人 随即又问启龙叔的情况 他呀 没有走 说是要龟姨你负责他的人身安全 你说这人是不是小脑发育不全吗 他一个金单修饰要一个助击修饰保护 然而当他再次看向龟姨 却发现对方已经在呼呼大睡 一日清晨 龟姨临走前和一站弟子交代后事 这是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只见花龙月喘着粗气直奔而来 等等我 还好你们还没出发 这让龟姨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真的要跟我们走 你不是有自己的计划吗 花龙月则表示那些事情不着急 等有时间了再回来处理 随后两人肩并肩地踏上云船 可当花龙月和龙叔碰面时 两人一口同声地质问 你怎么也在 而看着这一幕的龟姨却有些后悔 后悔没带瓜子爆米花汽水 不然躺得看戏多舒坦 不出所料两人纷纷开启嘴顿模式 他们的云船一阵晃动 一方面色不善地修饰 强闯他们的船只 优吼 不过几个低阶修饰 竟然用得起云船 我们是太清门的弟子 你们要是赶乱来 这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季卿想通过宗门的名号来震慑对方 不曾想邪修听到这话更加的兴奋 太清门的好啊 你这小白脸生的怪俊俏 等一下弟兄们会好好疼你的 随即又看向被众人围着的龟姨 这小姑娘看样子地位不低 要是把他杀了的话 此话一出 花龙月等人神色骤变 没想到对方不顾后果 想要治人死地 弟兄们 你的杀光 男的宝贵债里 这个土匪头子喜好有点变态 打劫时扬言你的全杀 少男直接宝贵债里 然而装C还没过两秒半 花龙月等人朝着他胯下 就是一招致命打击 随着疯的一声 邪修重重砸在墙上吐血两声半 此时花龙月恶狠狠地警告道 男的怎么样我不管 要是你敢对龙一出言不逊 信不信我踹你 你TM已经踹了呀 然而邪修只敢想想 却不敢说出口 因为此时他才发现 对面中间那人竟然是杀手叠老大龙叔 他明白自己踢到了铁板 然而他的小弟还在疯狂叫嚣 不要怕 风浪越大鱼越大 只要我们联手击杀他 那我们的名号将响车整个大陆 此时他们的老大却是欲哭无泪 退路直接被大聪明手下毒死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围攻龙叔 见到这一幕的龟一默默叹起 这些邪修路走窄了呀 他们面前的可是一群挂逼呀 这时碎云扇好奇龟一为什么不帮忙 不动 太累了 龟一这理所当然的摆烂态度 直接把碎云扇干沉默了 突然龟一的眼底闪过一抹惊讶 因为此时顾军昭所使用的法阵 正是龟一之前困住龙叔所使用的法阵 如今他第一次使用就成功压制敌人 然而龟一的惊讶转瞬即逝 毕竟这法阵本来就是顾军昭自创的 如今场上携修军被法阵压制 施法者还是个炼气器修士 这让碎云扇更加好奇法阵原理 龟一则趁着现在无聊给他解释 此阵名为千枯鸟 是通过不断吸收外界灵力 以此来困住里面的修士 由内而外击溃修士的灵力 这本是顾军昭独闯千枯山后自创的法阵 如果配合花龙月的琴声 那么顾军昭就是唯一的神 曾经的他就是败于这招之下 于是他自己也偷学了过来 毕竟这玩意儿能越即战斗 拿来装C简直不要太爽 直到半个十圈后 林月和江江一脸震惊地找到龟一 龟一 他们两人好厉害 一个炼气入门 一个助击期 两人合作竟把金丹修士打得嗷嗷直叫 然而龟一却是淡然地回了局 你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 只见花龙月一脸不满的质问顾军昭 你怎么会用龟一的法针 我也只是试试而已 但没想到这么顺手 难道这是淮山尊者交给他的 可是这猜测立马被龟一否决 我也是偷学来的 你以后就好好学吧 熟练之后便可跃地千里 无人能敌 说着还拿出卷轴递给顾军昭 这里面的东西你都试着学吧 此时龟一觉得自己好像二手小贩 拿着原主的东西教原主 顾军昭神情复杂地看向龟一 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 然而龟一只是淡漠地瞥了眼对方 不为什么 你也不要多想 我只是不希望同门师弟出什么意外 这话让顾军昭心中生起团无名之火 你不想我死 却还说不在意我 还只是祝男人好好活着 男人却认为对方心里有我 还质问为什么装作讨厌自己 龟一面对普姓男的质问 气得想给对方大嘴巴了 因为龟一已经重生百次 并发现自己是故事配角 只要男女主出现意外 他就会被强制重生 所以他必须保证主角不死 然而这个秘密又不能告诉别人 于是他直接选择板烂 所以你怎么想 你高兴就好 说着便自不自上床准备睡觉 心想找个时间打着小子一顿 竟敢把老娘当成他的小田狗 而一旁的花龙月扑斥一下笑书声 幸灾乐祸地嘲笑某人自作多情 突然一道剑气从他侧身划过 感受到剑气中蕴含的沙意 顿时让花龙月怒不可乐 顾军昭 你找死 竟敢对老娘出手 于是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这时将将泪眼汪汪地找龙叔求救 生怕他俩把云船戳出个洞 不曾想龙叔一脸享受的在看戏 有人给你表演节目 怎么能突然叫停呢 说着还朝他俩丢了两块零食 打得好 也赏你们的 顾军昭和花龙月哪里受得了这种羞辱 两人像是达成共识般 直接将矛头指向龙叔 而屋内的龟一双手捂着耳朵 刚来的困意都被他们炒没了 心想反正睡不着 还不如看一下之后要去哪 于是他打开地图查看行路 毕竟难得出来浪 要好好选一下旅游地点 他瞥了眼窗外打的热火朝天的几人 心中顿时有了打算 下一个目的地就去天道院的地盘 我都把龙叔送到家门口了 他总不可能还赖着不走吧 随即他双低地图确认目的地 下一站和云州 确认航线后 龟一独自一人到甲板透气 突然一只粗壮的手朝他脖子掐去 呵呵 本座杀不了那几个人 难道还杀不了你吗 此人正是之前被花龙月打跑的邪修 然而龟一神情依旧淡漠 仿佛被威胁的并不是他自己 只见他朝着邪修的手伸去 这看似普通的举动 顿时让这邪修遍体深寒 他当想警告龟一别耍花样 下一秒他的父母传来一阵剧痛 当他低头看去 赫然发现对方的手冠穿了他身体 老娘不发威 你当我是哈喽KT 信不信我捏爆你的腰子 还是喝多少肾饱都就不回来的那种 龟一的话仿佛死神的低语 直接将邪修吓得贪软在地 姑奶奶我错了 我上有八岁小孩 下有八十岁老母亲 以后我一定改正归鞋 呸 改鞋归正 此刻龟一正擦拭着手上的血迹 看着邪修那惊恐的神情 死去的记忆渐渐地清晰起来 海光天化日嘎人妖子 虽然罪犯在不断求饶唱会 但他眼神如看街边的垃圾 不料这一幕被他好友撞见 曾经的天使如今宛如地狱的恶魔 然而龟一本人并未察觉事情败了 当他拿着清水准备清洗血迹 林月突然从他手中夺过水盘 并贴心地将里面的冷水换成热水 他对龟一手上的血迹闭口不提 龟一 我看云船的速度慢了下来 咱们这是到地方了吗 林月一如既往地闲聊着 这时龟一突然问了一句 你都看到了吧 这让林月身体猛的一正 端着盆的手在不断发颤 见出的热水瞬间烫红了血白的肌肤 龟一急忙查看林月的伤势 你没事吧 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 眼神中流露的担忧不似作假 林月明白龟一还是原来那个龟一 于是他如实承认自己当时就在现场 对此龟一并不惊讶 因为他动手时也没想着隐瞒 你害怕我吗 我不怕 林月赶忙否认 因为你不还手 那么被伤害的人就会是你 只是以后你有想杀的人 让我来 听到这话的龟一内心溢满 他轻轻地抚摸着林月的法丝 你可真是个傻姑娘 一直都是 阴差阳错下两人的友谊更近一遍 随后林月让龟一安心睡觉 剩下的事情他会处理 紧接着他来到船底的仓库 此时那名邪秀因为没了妖子虚弱至己 龟一当时并没有痛下杀手 因为这一时他不想再杀人了 这时林月丢给邪秀一瓶圣包 并恶狠狠地警告他老实点 以后最好不要出现在龟一面前 还有不要再做奸淫妇男的够道 邪秀文言不再言语 随后一个剑步冲出船舱 不久后龟一等人抵达何云州岸边码头 然而此时龙叔并不在队伍中 因为之前受的伤没有痊愈 如今又回到了天道院的地盘 所以他自然要回宗门接受治疗 而且龙叔怀疑龟一是故意来这地方 然后顺理成章赶他走 此时花龙月正抱怨着 龙叔这人怎么一声不吭就跑了 他到时候不会反水被刺我们吧 龟一却表示不用在意 毕竟这里是龙叔的故土 他回家看看也很正常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龟一故意安排的 毕竟这几人天天打架打扰他睡觉 所以计划着能赶走一个是一个 一路上花龙月感慨这地方的修饰真多 期间还看到好多曾经的熟人 龟一师妹 突然一道声音叫住了龟一 当他扭头望去 发现此人正是太清门二师兄 庸苍 天才美少女话的话气丑无比 却被男人视如珍宝珍藏多年 作品展示当天不仅影得众人为观 甚至还被人临摹当作传家宝 而这一切要从龟一遇见庸苍说起 庸苍是凤淮山的使命来找龟一 因为春山秘境马上就要开启 宗门长老希望龟一进去历练一番 然而林月对此却很不解 这秘境是每十年开启一次 可现在距离上次开启才过了五年 当然是五大仙门和龙渊国主 共同商量的结果 估计都是冲着春山化不去的 龟一根据前世记忆给出解释 可下一秒画风一转 这龙渊国主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毕竟能用这宝贝的人 最有可能是他儿子龙叔 花龙月文言便兴奋地看向龟一 龟一加油 那宝贝肯定是你了 到时候要狠狠打那狗贼的脸 花龙月那名一样的信任 让龟一嘴角不禁抽搐 这时龙苍在一旁调笑道 你就别为难我家师妹了 他是抽象拍作家 说着还掏出龟一曾经的作品 一张张富有个性的涂鸦 瞬间让龟一射死当场 他现在很不理解 为什么有人随身携带他的非历史 而他身旁的花龙月早已笑得花枝乱颤 龟一别放心上 你四五岁的时候就能画画 已经很厉害了 哈哈哈哈 龟一听到这话却更加难受 因为这是他十一岁实话的 这时龙苍心虚地瞥了眼龟一 生怕自己的举动惹恼小师妹 但是他的担心显了有些多余 因为龟一已经靠在龟月肩上呼呼大睡 庸苍这才想起师父和大师兄的话 这小师妹果真随时随地都能睡着 而他旁边的人竟然在临摹龟一的话 庸苍对花龙月的行为很不理解 随后他交代起进入秘境的事宜 但是能进去的人 必须是五大仙门的弟子 庸苍说着将目光投向花龙月 看我干嘛 我可以去的呀 庸苍突然注意到他腰间的鼻子 难道你是问林宫的英修 花龙月见对方一脸惊讶 便笑着解释道 我们英修防御手段太少 出门在外总得低调行事 这样才能避免被邪修盯上 庸苍文言也明白其中缘由 于是询问对方的师父是谁 我师父是浅路真人哦 花龙月轻描淡写报上的名号 顿时让在场中人大吃好几斤 你师父竟然是男婴仙子的师父的师父 据说他老人家只收了两位徒弟 林月不敢相信大佬就在自己身边 庸苍文言赶忙起身作医 因为按照备份 花龙月是他的师姑 哎呀 低调低调 你们叫我阿月就好 但这超级加倍让他感觉还挺爽 时间很快来到秘境开启的那天 龟一等人一大早就在秘境门口等候 但此时的龟一还在继琴背上呼呼大睡 庸苍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 秘境进去后会被随机传送到某地 他只能祈祷龟一千万别掉进水 忽然地面开始颤抖 期间还伴随着阵阵轰隆声 继琴因为站姿布 他背上的龟一便扑通一声摔落在地 还开局挂在悬崖树枝上 可他却一点都不慌 反而在悬崖边呼呼大睡起来 原来龟一奉饰命来秘境历练 但是他一心只想着摆来睡大觉 不料秘境出现时引发剧烈地震 毫无防备的他屁股摔成两个半 这时灵月告诉他可以再睡会儿 因为现在秘境还未完全打开 见到这一幕的庸苍很是无语 怎么有种老母亲哄孩子睡觉的济世感 随即他将睡着的龟一提了起来 并告诫灵月不要太宠龟一 要让他学会独立 毕竟你总不能守护他一辈子 灵月却是撇开脸小声嘀咕 这师兄看来一点B数也没有 明明他自己比我还宠龟一 他想起当初师兄围着龟一转的场景 师妹要不要吃水果啊 师妹你作业我帮你写好了 师妹这力道怎么样啊 师妹这是下次月考的答案 而刚刚两年的对话 勾起了龟一伤心的往事 前世灵月确实没守护他一辈子 因为他18岁就肖香欲语 如今灵月已经16岁 按照原剧情还有两年时间 一想到这里 龟一便紧紧握住灵月的手 这一时他不会让悲剧再次上演 此时灵月能感觉到龟一的紧张 于是立刻将龟一护在身后 师兄你干嘛吓我家孩子 而且现在最宠他的人是花龙月 灵月话音刚一落下 就见花龙月掏出个镯子戴在龟一手上 这个手镯不要随便斩 等一下进入秘境后 我可以通过他知道你的位置 龟一收下后便朝着灵月身边挪动 虽说进入秘境会随机传送 但是外面两人越是靠近 那么进秘境后两人的距离也越近 而龟一不想离林月太远 不曾想顾君昭当其老六 蹭的一下出现在龟一后边 龟一见状脸色一垮 怎么哪里都有这臭小子 他刚想挪开却为时已晚 只见周围空间开始扭曲 耀眼的白光瞬间将他们包裹 等到龟一再次睁眼 竟发现自己挂在一根树枝上 而他的下方则是万丈悬崖 虽然肚子被树枝搁着难受 但是周围没有人 他就可以安稳地睡觉 随后闭眼准备与周公约会 然而龟一不知道 崖边的顾君昭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他早就猜到龟一进来会偷懒 于是直接一跃而下准备捞人 龟一看着眼前之人满是惊讶 第一个找到自己的人 居然是顾君昭 女孩将自己挂在悬崖树枝上 原因竟是这地方安静适合睡觉 然而他刚闭上眼就被抓包 来的还是他最讨厌的男人 原来龟一被迫参加秘境历练 而作为同行者的顾君昭 早就猜到他会偷懒睡觉 于是用了点手段找到龟一 但这让龟一很是不解 讲道理他就是个蔡坤 不可能这么快找到自己 顾君昭则抬了抬手给出答案 只见他手上缠绕着条金色丝线 而丝线的另一段 连接的竟是龟一的手镯 龟一见状顿时气急败坏 你个浓眉大眼的好不要脸 居然跟踪我这个花季少女 然而龟一生气的真正原因 是他刚找的风水宝帝就这样没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丝线斩断 随即一个后仰跳下树冠 在顾君昭的惊呼声中 龟一安稳着落在另一个树干上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摆脱跟踪 然后重新找个安静的地方睡觉 一想到这 他将花龙月送的定位手镯摘下 白白的名类 龟一简单地告别后 一个旋转跳跃便消失在树冠之间 这让顾君昭陷入自我怀疑 难不成我上辈子和他有仇 不然为什么就那么讨厌我 与此同时花龙月正在树林间狂奔 当他跟着导航来到目的地 看到的却是那个讨厌的男人 突然他发现对方手里的东西似曾相识 我给龟一的镯子 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是师姐放在这里的 他走的时候没有带走 说完便将手镯抛给对方 花龙月文言却是暖哼一声 因为这小子最先遇到龟一让他很不爽 随后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悟君昭见状打算跟上去 虽然这女的看着讨厌 但是鬼点子确实多 当一群人还在疯一样的找寻龟一 而他本人则是坐着秋千在那晃荡 此刻他正想着哪些灵兽毛发舒服 到时候可以抓来当睡觉的枕头 毕竟这个秘境宝贝没几个 反而盛产各种各样的灵兽 忽然远处的交谈声引起他的注意 大师姐 咱们要按照师父说的做梦 再等等 不急 女孩在修仙界掏出块蛋糕 不仅忽悠反派去欺识灭毒 甚至还让大反派给他戏诊 原本龟一来参加秘境历 但他刚一进来就东躲西藏 为的就是能够偷懒睡大觉 不曾想偶遇故事反派南雪 龟一知道他是来刺杀花龙月 但还是不动声色地上前招 然而南雪见龟一独自一人 误以为他没找到同门师兄妹 于是邀请他一起探索秘境 这话不仅让龟一感到疑惑 就连南雪的同门都是一脸惊讶 因为他们是要去刺杀花龙月 但多了个外人就不方便办事 忽然两个大聪明灵机一动 这个龟一是花龙月的好友 带着他不仅容易找到花龙月 而且关键时刻还能当人质 此时龟一也猜不透南雪的用意 但还是一口硬了下来 于是众人决定稍作休息再上路 龟一发现南雪休息的时候很安静 还时不时地盯着某处发呆 龟一将一块蛋糕递到他身前 这让南雪觉得有些意外 不过还是伸手将其收下 这些都是灵草和灵兽蛋做的 吃了对修炼有打打的好处 至于那些不利于修炼的杂质 在制作的时候就已经去除 龟一耐心地解释着蛋糕成分 因为对于精丹修饰而言 正常食物含有很多杂质 吃了需要用灵力将其排出 南雪文言也不好推辞 于是轻轻地抿上一口 可下一秒他就感觉眼前一亮 奇特的口感和味道让他欲罢不能 龟一健壮则掏出自己的麻袋 表示自己还有很多随便吃 南雪接过满满一麻袋的蛋糕 并问龟一与花龙月的关系如何 龟一说他们关系也就那样 就是不知道他一个女主角 为什么老黏着我这个反派 然而南雪对这回答半信半疑 但他表示挺羡慕花龙月 因为他身上有着自己没有的东西 龟一并不认同他的看法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 只是少了点什么 南雪听到这话不免有些惊讶 他和龟一并没见过几次 可龟一貌似很了解自己 因为重生百次的龟一很清楚 南雪是个很单纯的人 单纯地听师父的话 单纯地喜欢着顾君章 直到他师父被花龙月所杀 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他彻底黑化 最终被逐出师门失去所有 所以龟一想要帮一下单纯的南雪 你不要事事都听你师父的 至少应该学会独立思考 龟一的话仿佛在南雪心中埋下颗种子 一旦开始思考 萌芽将会是迟早的事情 突然一旁的龟一毫无征兆地倒下 南雪感觉自己腿上一沉 随后就听下方传来阵阵呼噜声 女孩在修仙借用蛋糕头位反派 并成功让对方坐下给他吸枕 然而龟一睡觉时的动静有点多 脑袋不仅在大长腿上蹭来蹭去 嘴里还时不时传来黑黑黑的傻笑声 见到这一幕的弟子满脸黑线 大世界 这人实在是太无理了 如果换成我 我绝对比他老实 可南雪文言后却说无妨 直到龟一迷迷糊糊睁眼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自他头顶传来 你醒了 龟一听到这话连忙起身 表示困意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并未耽误南雪他们赶路而道歉 然而南雪微笑着表示不用在意 我已经让师妹他们先走一步了 随后问起龟一早上那句话的含义 龟一却揉了揉眼睛看向南雪 他对于刚刚的问题一脸猛逼 南雪不满地掐了掐龟一脸蛋 就是要学会自己思考这句话 突然的疼痛让龟一脑子瞬间清醒 他没想到南雪会为这话纠结半天 就是字面意思要自己思考问题 如果凡事都听别人的话 那建议把脑子捐给有需要的人 南雪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脑子 对对 你就是没脑子 龟一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 使得南雪的脸色瞬间大变 他堂堂天骄竟被人怀疑没脑子 书可人审不可人 可龟一依旧一副笑英零的模样 你现在这样就挺好 在思考我的话后还会发脾气 比那张冷冰冰的脸好拨了 记住以后做事前一定要思考 不要成为任人摆弄的人偶 龟一说完便消失在树林之间 不久后他找到花龙月等人 看着下面三人他无奈地叹气 随后他从树枝上一跃而下 底下三人见状想要伸手去接 但龟一已经稳稳地落在地上 你们一帮人找我干嘛 蜜镜的宝物你们都不找了吗 你一天睡25小时心里没点数吗 还是随时随地都会睡的那种 是个人都会担心的好吧 面对龟月的质问 龟一觉得有必要狡辩一下 突然他眼底闪过一抹惊讶 因为有股强大的气息正朝他们逼近 博物张开血盆大口 女孩却在黑黑黑地傻笑 原来女孩之所以来蜜精历练 为的就是找知灵兽做枕头 不久前龟一还在为此事发愁 突然花龙月一个转身死死地盯着后方 他敏锐地察觉到有东西在靠近 随着震耳欲龙的咆哮声响起 巨大的白熊出现在众人眼前 龟一立刻辨认出这是白雾熊 土鼠星六品中等名寿 这魔物皮毛厚实柔软 刚好可以拿来做枕头 悟君招和花龙月文言立刻跃跃欲试 都想着拿下皮毛送给龟一 随后两人踏地而起发起猛攻 见到这一幕的龟一嘴角抽搐 心想这故事主角也太猛了吧 要知道这白熊站立堪比金丹 不过他转念一想 他俩都有主角光环守护 杀之金丹狗熊应该敢敢丹丹丹 结果随着砰的一声 花龙月就被重重地击飞出去 龟一一个眼疾手快将其抓住 他看着怀里重伤的花龙月 便赶忙安慰自己跌慌 还有顾君招这个男主撑着 结果又一道身影从他身旁掠过 随后狠狠地摔在地上来了个狗吃屎 那么这剧本不对啊 说好的主角光环金手指呢 这下的龟一连忙朝身后看去 此刻灵月还在熊掌之下苦苦支撑 躺避挡车的他随时都会丧命 于是龟一毫不犹豫地上前救援 这一时他不会让师姐受到任何伤害 随即一个剑步将灵月扑倒在一旁 其身后的地面因巨大的冲击而军裂 龟一见状立刻拉着灵月开始狂奔 期间还提醒另外两人赶紧逃跑 然而龟一没跑多远就停了下来 因为花龙月和顾君招并没有跟上 这时灵月指着后方气喘吁吁地解释道 他脸没跑 还在打 听到这话的龟一脸色一黑 心想这主角该死的屁事真多 最终他满脸不悦地回去救人 此刻的战场上 随着白熊的一声怒口 巨大的熊掌朝着顾君招拍去 突然一把熟悉的扇子将其挡下 你这畜生居然知道先杀最菜的 此时顾君招感觉有被冒犯到 但这是实话他又无法反驳 随后就见龟一手势不断变化 下方的碎云扇竟幻化成18笔零件 直接将白熊压制的动弹不得 只是把坎柴都费力的宝剑 却能一击斩杀凶残的魔兽 而像这样的剑还有石器把 并且全是垃圾堆里剪的 原本龟一并不知这些剑的用处 直到男女主开挂反被魔兽暴打 这才迫不得已的出手就场 他按照碎云扇提醒使用春术剑 随着灵力不断的诸入 利剑瞬间幻化成粗壮的质感 并与狗熊挽起了捆绑筷 而后龟一身旁又出现一把零件 心想这玩意儿好歹算个半神器 杀头狗熊应该是敢敢单单 于是他纵身一跃杀象魔兽 打了他的奋力一击 竟被魔兽身上的树枝挡下 这一刻 龟一看着手上的剑满是嫌弃 不愧是垃圾堆里出品 果真不是一般的垃圾 这话让碎云扇当场破防 那树枝就是那把春树剑啊 难不成你还想砍断自己配剑 老子怎么就摊上你这个傻狗 你再给老娘说一遍 信不信我 这下的碎云扇直呼打咩打咩 生怕龟一做出畜生之举 随后龟一将春树剑收回 固然他没法击杀白熊 可当树枝完全退去 白熊却一动不动地将在原地 碎云扇见状赶忙出来装C 这就是春树剑的润目细无声 一人表面探似完好 实则内部早已被绞碎 是最温和的攻击方式 龟一文言嘴角不禁抽搐 内部都切碎了 是怎么还能叫温柔 之后他一个华丽转身 那白熊尸体也随之倒下 这女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随后他探向花龙月和顾君招两人 你们俩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逃跑 龟一此刻的语气中多了几分严肃 两人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解释道 因为你在我们身后啊 若是我们逃了 那你不就有危险了吗 龟一文言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 原来他们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一想到这 他心中的那一点点怨气也随之消散 我知道了 但做事也要量力而行 毕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刚刚战斗消耗过大 充电两小时通话五分钟的龟一直接倒下 好在花龙月反应迅速 一个剑步来到身旁将他扶稳 而此刻的龟一正站在心境中 他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自己剪的垃圾 碎云扇一看装丝的时刻来临 上前就是一顿吹嘘 此乃上古啊巴啊巴啊巴 龟一却倍感无聊地打了个哈切 反正他只听明白一件事 前任主人凤其真人是他老祖 而且还挺闲的 竟然没把剑都取了一个名字 碎云扇突然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讲了半天竟然是对牛谈情 那是你祖宗 你这是不敬先师 男人可以实现别人三个愿望 可女孩的愿望竟是入土为安 就在刚刚龟一因为不敬先师 便被碎云扇强制驱逐出心境 随后龟一准备重新上线掰头 却发现自己的心境在排斥自己 这种有家不能回的感觉让龟一很是烦躁 突然他回想起刚刚耳朵在发烫 并怀疑这一切是碎云扇搞的鬼 气上头的他岂会向恶势力低头 结果下一秒 喂 碎云扇在吗 小碎子 碎爷爷开开门呢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身后的吵闹声 原来刚刚花龙月嫌弃顾君招打架太财 并希望他下次老老实实当关注 这话让顾君招很是不爽 你就是又菜又爱玩 连魔物的身都进不了 什么 你小子居然小看老娘 随后花龙月扯着对方裤衩子喊道 龟一醒醒别睡了 这小子要造反了 这让原本有些闹心的龟一更加烦躁 没事别扎扎呼呼的 反正下次让你们跑就跑 随后他看了眼那堆马赛克 便提醒众人赶紧逃跑 因为血肉的味道会引来肉食魔兽 不久后他们找到一处洞鼠休息 花龙月带着灵月出去找天才地宝 而留下的另外两人 一个看家一个睡觉 突然龟一的神识又被拽进了心境中 与以往空荡荡的白色空间不同 此刻的心境里面到处是盛开的莲花 花海中还坐着一名黑发男子 然而龟一仿佛没看到的 直接倒头呼呼大睡 这让男子那云淡风轻的脸瞬间将主 这女娃刚刚好像无视了我 碎云善文言轻笑一声 表示习惯就好 随后男子再次露出温和的笑容 已唤醒了本尊 本尊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 无论是天才地宝还是修炼功法 本尊都可以实现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 龟一依旧不为所动的呼呼大睡 而一旁的碎云善清楚地知道原因 一个天天想着压制境界百烂的人 怎么会稀罕修炼资源 可下一秒龟一起身问道 你能让我入土为安吗 男人冒充灯神让别人许愿 不料女孩十三岁却一心求死 这奇葩的愿望顿时让男人犯难 毕竟他靠着龟一才有机会复活 于是他东扯西扯讲起修仙的好处 可龟一见男人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便躺下呼呼大睡起来 男人见状倾咳几声掩饰尴尬 表示自己有事需要帮忙 结果他还没讲具体内容 就被龟一一口回绝 龟一暗骂着浓眉大眼挺会装 表面是碎云扇前任主人凤奇真人 实则是故事里的最终大反派 他的话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行 此时凤奇说自己有办法帮龟一 龟一文言很是敷衍地回应道 是吗 随后便死死地盯着凤奇看 这让凤奇心里乐开了话 他以为龟一被自己的帅气折服 这才会一直盯着自己看 毕竟万年前他可是大陆第一美男 然而他不会想到 龟一盯着看是为了找他真身 然后想方设法远离这个反派 耳朵上的铃铛就在不停震动 一想到这 他便自顾自地退出心境 只留下满脸黑线的凤奇在风中凌乱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时代变了 现在的徒孙都这么清心寡欲的吗 与此同时刚醒来的龟一 竟发现铃铛没法正常摘下 随即他一咬牙 铃铛连带着血肉一同撕扯下来 新境中的凤奇见状大喊着住手 龟一直接无视脑海中的声音 逃着洞府外的茅坑就是一记暴射 随着铃铛渐渐地远去 新境中的那里残魂也随之消散 一旁的穗云善觉得前主人属是惨 并悄悄地为他默埃两分半 紧接着抱怨龟一不知道珍惜 一个可以挡下大成器攻击的法器 居然说扔就扔 不料龟一直接赏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去你呀的 这么不吉利的东西留着干嘛 要知道这可是小说事件 留着这玩意儿就是个伏笔 意味着哪天我会被大成修饰毒打 片刻后顾君招将穗云善捡起 然后悄悄地放回龟一身边 他不想因此打扰龟一睡觉 然而此刻的他却紧皱着眉头 下一秒就见一只手朝龟一伸去 女孩在湖底憋气两小时 就只是为了挖一颗莲藕 却因此被万年蛇骄追杀 因为那东西是娇龙的质保 而此刻的龟一非常痛恨自己的乌鸦嘴 原来刚刚他还在洞服里睡觉 可顾君招见龟一耳朵受伤 于是伸手准备查看 结果龟一突然猛地睁眼 吓得顾君招迅速闪到一边装傻 哎呀 花龙月找个赤金莲藕找半天 怎么还没回来 龟一误以为他是做坏事心虚 并按摩这小子真鸡嘴 一有机会就上手 简直防不胜防 至于花龙月他一点也不担心 毕竟他有主角光环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而此时某处湖边 林月正焦急地呼唤着花龙月的名字 因为他已经下水一个时辰还没上来 不然一道身影跃出水面 此人正是下水寻宝的花龙月 而他手中还抱着刻奇异的莲藕 但他上岸后并没有停留休息 反而一把抓住林月的手就跑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林月很是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是拿到了万年赤金莲藕了吗 突然他们身后的湖面掀起巨浪 一条黄色生物从湖底窜出 当林月回头望去 他的眼神中除了惊恶 还有深深的恐惧 此刻朝他们袭来的 竟是万年灵兽蛇骄 随着蛇骄的一声怒吼 瞬间吸引了秘境中所有修饰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太清门大师兄几人 蛇龙出水 这说明有秘宝出世 大师兄 咱们要去看看吗 去 虽然龟翼不喜欢凑热闹 但说不定那边的人见过龟翼 男人不喜欢凑热闹的龟翼 却已经被蛇骄追杀了一路 此刻的龟翼就很无语 这女主随便一挖就是万年吃金莲藕 关键是特马还激怒了超皮蛇骄 他不久前刚说女主有光环很安全 结果现在就摊上了大事 而随着花龙月飞行高度不断攀升 蛇骄直接扭头朝他们中醉菜的戏曲 悟君招顿时有巨妈卖皮不知当不当讲 他逃跑的同时手中快速接应 差那件一道屏障在他身后显现 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这防御就像纸壶一样一戳就破 此时花龙月也察觉到后方的战斗 他明白必须主动出击才有胜算 于是他把昏迷的灵月丢给龟翼 并让龟翼帮忙照看一下 而他自己则纵身一跃杀向蛇骄 龟翼见状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这年头的主角怎么就那么让人不省心呢 这是条活了万年的尼丘 却被人类强迫完捆绑 就在刚刚花龙月下水找吃金莲藕 无意中招惹到了条超品尼丘 然而身为故事主角的他却是个莽夫 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依旧无所畏惧 花龙月在空中负责牵制 以下的顾君招趁机结应不振 不多施法阵中射出无数皮垫 刹那间就将蛇骄数据了人命 而遭此羞辱的蛇骄逐渐暴躁 不断地拉扯让故军招备胆吃力 就在他即将脱离的时候 几道身影从龟一头顶呼啸而过 来人正是太清门大师兄等人 他们抵达后立刻列起大阵 大剑因不断注入的灵力嗡嗡坐下 紧接着一道破空声音响起 然而这强力的一击对蛇骄来说如同刮沙 刚好这时龙叔也带着人赶了过来 大阵起 随着花音落下 空中的大剑顿时光芒大作 倾泻而下的巨大光幕就像牢龙 将蛇骄围困在其中 此时的龟一叼着狗尾草很是欣慰 这才对吗 修仙界讲什么武德 能群殴的就不要去单挑 龟一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龟一闻声望去发现是自家三师兄 于是赶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 师兄我没事 但是灵月好像有点事 你赶紧帮忙瞅瞅 在听到三师兄答应后 龟一转身就准备离开 结果没走几步就被人叫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 龟一表示我就是随便转转 并回了个你放心的眼神 事实上他担心男女主会出意外 因为现在的剧情已经崩坏 就算有主角光环也不一定好使 可当龟一到了地方 却只见顾君招一人 随后他得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花龙月竟以身犯险钻入蛇胶体内 试图从内部击穿蛇胶的防御 龟一神情严肃地质问顾君招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顾君招低垂着脑袋沉默片刻 等到他再次抬头使神情变得坚定 我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这一刻龟一感觉自己有被磕到 可下一秒就变成气急败坏的模样 心想这小子脑子进水吧 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突然他转念一想 难道他知道花龙月是女主角了 男人说可以满足别人三个愿望 女孩却反手将他丢进茅坑 只因这男人是故事最终反派 留着他的每一天都是个祸害 不曾想丢出的铃铛被队友捡到 转手再次回到龟一手中 但是铃铛里面的男人再没出现过 直到万年蛇骄的出现 这蛇骄的心头血是个好东西 可以拿来重塑肉身 丫头帮我整点被 然而龟一直接将这声音无视 心想这老不死的就不是个好东西 随即转头看向被人群殴的蛇骄 虽然我方看起来嘎嘎猛 但实际就是在刮沙 至于蛇骄体内的花龙月 他的安全应该没有问题 毕竟他体内住着的大佬 然后就是这个菜季男主 真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操碎老娘的心 随即将个白宝带挂在他的腰间上 而里面则装满了各种狗命法宝 这时顾君招疑惑地回头望去 不曾想龟一直接来了剧 小伙子好好干 别死了 事成之后组织不会亏待你的 这话把顾君招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觉得世界好像 可能大概有点在乎自己 但是不多 此刻被众人为殴的蛟龙怒气之一满 开始甩尾无差别攻击 刚准备睡觉的龟一剑撞人马了 随即一个剑步堪堪躲过 我去老娘吃瓜看戏都能躺枪 可他没跑几多 蛇骄的攻击再次袭来 等龟一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躲闪 这时龟一的耳环散发出微弱的白光 期间还伴随着清脆的叮铃声 下一秒就见凤奇的虚影出现在龟一身后 并成功挡下这致命一击 而巨大的反作用力 或使蛇骄发出凄厉的哀嚎 此时蛇骄体内的花龙月已经伤痕累累 裸露在外的肌肤早已被腐蚀大片 而随着蛇骄去体不断的光流 花龙月最终身子一软跌坐在地 这是一缕金色雾气从他体内飞出 那狗贼果然没死 想当初还回一个毛线 花龙月直接恶狠狠地将他打乱 老娘要是打了 你也得给我陪葬 金色雾气纹颜冷吼一声 随即他附身在花龙月身上 下一秒花龙月仿佛变了个人 之前的颓迷之势已经荡然无存 只听他大喊一声 异禀常见以破空之势刺向心脏 紧接着他再次结音 将蛇骄的灵力不断地内入体内 大陆第一美男子 如今却被人嫌弃是驮狗屎 就在刚刚桂一遭到蛇骄偷袭 桂一机时刻凤奇挡下着致命一机 但凤奇本身就是一缕残魂 在接下刚刚那一机之后 凝聚了万年的魂魄即将溃散 桂一听了穗云善的解释后不由的语言 但随即又换上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这又不是我的错 明明是他自己冲出来帮我的 穗云善明白事实的确如此 他现在也好奇凤奇咋想的 毕竟桂一有着寿仙灵的保护 档下这一机完全绰绰有余 这时凤奇回头看了眼桂一 随后就见他慢悠悠地飘到桂一面前 等到桂一察觉时 凤奇的额头已经抵在了他的额头上 比如凤奇真仙之名 弃辱之命 同死同归 不离不弃 听到这话的桂一直接呆愣两秒半 眼神中还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哇去 这杂碎居然强行契约我 一想到被最终大反派契约 桂一顿时泪奔 随即冲得那条干死不活的蛇骄大喊 来啊 来打我啊 老娘我不想活了 另一边蛇骄见死前能拉个垫背的 兴奋地张开血盆大口 开始蓄力 接着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当桂一再次睁眼时 却发现蛇骄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 看样子走的时候很是安详 没优味 蛇哥你干嘛 没必要激动地自杀呀 片刻后桂一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闭上眼准备找老杂毛算账 下一秒的心境中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 只见龟一皱着眉头思考片刻 然后一脸认真地形容起来 大概就像是我吃着好吃的蛋糕 脚底却踩到了一坨狗屎一样 还是超年的那种 凤其万万没想到 他堂堂一个玉树临风 车见车胞胎的美男子 被龟一形容成超年狗屎 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龟一没说出口 那就是花龙月体内的大佬和这杂毛有仇 一想到这 龟一就更加难受 如今的他就像是路边的一棵树 某天被路过的小狗撒了泡尿在身上 虽然不痛不痒 可是恶心啊 直到花龙月来叫龟一起床 龟一这才迷迷糊糊的清醒 突然花龙月体内的大佬惊呼道 花花你赶紧离开原点 究竟是什么事情 竟让没心没肺的女孩深感愧疚 甚至在吃饭睡觉的时候 我真敢死了 我真敢死了 就在刚刚龟一被最终反派强行弃约 而且还是花龙月体内大佬的仇敌 龟一想到花龙月会因此离开自己 顿时愁眉不展 事实上神秘大佬感知到对方的存在后 立刻劝诫他以后离龟一远点 不料遭到花龙月毫不犹豫的拒绝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 我相信龟一不会害我呢 况且咱们只是合作关系 我也没必要听你的 听到这话的神秘大佬无奈叹气 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 而此刻的花龙月已经退出心境 他见龟一不怎么说话 误以为对方被蛇脚打伤 随即小心翼翼地检查起龟一的身体 在确认没什么大碍后 还主动提出背着龟一走 龟一感受着对方无微不至的照顾 顿时深感愧疚 他这么照顾我 肯定以为我和他一样是穿越者 可我却假装不知道 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关怀 我真该死了 我真该死了 期间花龙月为了让龟一心情好点 就讲了个白马王子与七个小矮子的故事 而龟一袖着对方身上淡淡的药香 眼皮渐渐地感到沉重 这时花龙月轻轻地颠了一下 让龟一有个更舒服的睡姿 龟一闭眼的那一刻不由的心想 难怪前世自己争不过花龙月 这样一个会照顾人的女孩谁不爱呢 不久后花龙月雨出来找龟一的轩疑项目 这位道友 你背上背的是我的师妹 听到这话的花龙月立刻警惕起来 等看清对方也是太亲吻的人吼 这才放松警惕 突然地面产生剧烈的震怒 与此同时轩疑的通讯仪传来一道交集的声音 失地 春山地宫开启了 一共四个入口 赶紧来北面入口会合 这话也被在场其他人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隐隐约约有种预感 春山画笔就在这地宫之中 并且接下来是宗门之间的对抗 花龙月作为问灵宫的人 龟一不愿让他感到为难 便自觉地从他背上下来 随后认真的说道 刚刚多谢了 预祝你收获满满 说完便朝着太亲门的队伍走去 当龟一来到北面入口时 之前被夏云觉得灵月已经清醒 但他很疑惑花龙月人满去了 轩疑则回头解释道 接下来各个门派是竞争关系 他不适合再和我们待在一起 灵月闻言心中虽有不满 但大师兄说的也是实话 龟一因为看不上这地宫的秘宝 于是告诉大师兄自己不想去 轩疑对此并不惊讶 突然他想到一个你推为进的方法 你不去也行 可是灵月现在修为太低 里面说不定有适合他的造化 你要是不去 灵月肯定也不愿意去 听到这话的灵月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现在这样修炼挺好 然而他话未说完就被龟一把断 好 我和师姐一起进去 人人求而不得的逆天法宝 女孩却想得拿来当柴烧掉 原来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并且每次都被这法宝打败 从此他与此物不共戴天 可不知道真相的大师兄 正绞尽脑汁地想着 如何让龟一得到这法宝 当他得知龟一不想寻宝 便已退为进 将话题转移到灵月身上 龟一一听师姐为了照顾自己放弃机缘 立刻改口表示自己也去 灵月闻言顿时感动得稀里哗啦 龟一你竟然为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你好伟大 而一旁的轩宝 则为自己的机智默默点赞 现刻后 龟一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穿梭在地宫里 轻车熟路的样子就想回家 只见他伸手抚摸墙上的壁画 下一秒整个人就被吸入壁画中 这一幕刚好被回头的轩宝看见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于是他也尝试着触碰 随即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他拖入其中 而在某处漆黑的森林内 地上原本残缺的法阵忽然光芒大足 紧接着两道身影在法阵中央浮现 林月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阴暗的天空 缭绕的迷雾 以及毫无生机的植被 龟一对此解释道 这里才是真正的春山秘境 或者称它为春山死狱 龟一体内的凤奇听到这话有些意外 没想到你对这地方挺了解的吗 然而龟一并没有理会他 他对凤奇知道这地方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这秘境主人和凤奇是一个时代的强者 同期的还有个玉衡真人 他曾撰写了的阵法 既如风与魔际入口 又可吸收针锋大陆真源 凤奇以此飞升为真仙 代价却是此后两万年间 修士再无可能突破化神境 而玉衡为了保住针锋大陆 毅然决然地选择与凤奇同归于尽 最后直到花龙岳的出现 才打破大陆在无真源这一局面 只不过他拿到春山画笔后 画笔画为七绝琴 前世他就被这七绝琴害他了 如今谁敢把画笔送给他 他一定丢火堆里当柴烧 另一边 顾君招和花龙岳同时摔了下来 这时花龙岳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顾君招表示跟着龟岳下来的 只是他没想到 这里遇见的第一个人居然是花龙岳 而花龙岳得知龟岳也在这 顿时急得团团转 反观顾君招却很淡定 他掏出块镜子解释道 龟岳是故意进来的 这镜子能看到他的所在地 说着将画面递到花龙岳面前 你竟敢耍老娘 居然让我看这种东西 与此同时另一边 龟岳 咱们来这里做什么呀 给你找配件 名字叫碧月秋光 龟岳记得这是前世花龙岳的剑 但他只用过一次 因为人家宝贝多到根本用不完 就在这时 不禁查来一道正儿欲龙的嘶吼手 面对实力强大的古龙 十三岁女孩却毫不畏惧 并不是她的实力有多强大 而是有颗求死的心 原来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可每一世注定是悲惨的结局 如今死亡对她来说是种解脱 龟岳还在不断发产 龟岳边安慰她边解释道 那是古龙 龙族陨落后剩下的骨架 同时对这个秘境的主人由衷的佩服 不仅能拿到龙族的骨头 还能操控龙骨为她所用 这人生前怕不是一名傀儡师 这时龟岳体内的凤其皆化道 你猜得没错 其名为雀英真人 生前是太岁林傀儡树的开山祖师 想当年他一人团灭龙族十大长老 并在龙族的埋骨之地建立太岁林 然而任凭凤其巴拉巴拉半天 龟岳依旧心如止水 凤其见状顿时觉得索然无畏 这孩子就没什么在乎的事吗 这还算好的了 之前这丫头一直想死来着 听了碎云善的解释 凤其不禁暗自神伤 她何尝不想死呢 如今灰飞烟烈对她来说也是重奢望 随着龟岳两人不断地深入 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越来越重 灵岳察觉后顿时犹如惊弓之鸟 生怕又出现古龙级别的魔物 可即便她再怎么害怕 依旧选择护在龟岳身前 这举动让龟岳心头一暖 随即将灵岳拉到自己身后 灵岳看着那小小的身影不由的一阵 此刻的龟岳让她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一想到这便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这突然的笑声让龟岳很是疑惑 龟岳你还真是人小胆大呀 天底下就好像没有你怕的东西 龟岳闻言言底闪过一抹哀伤 其实她也是有害怕的东西 这时龟岳感知到周围灵力的波动 而且是剑修的剑气 随即她带着龟岳朝前方飞奔 片刻后 就见几匹古狼正围攻一名剑修 此人竟是龟岳的大师兄轩宇 龟岳见状不经皱眉 大师兄身为金丹修士 暗道理吊打这些古狼 显然这附近还有别的东西 此时轩宇也发现赶来的两人 立刻对着他们大喊快跑 然而龟岳并不打算丢下大师兄 在叮嘱龟岳别乱跑后 便召唤龟剑前去救人 一个被罗舍都毫不慌张的女孩 却因自己实力大增而神色大变 就在刚才龟岳发现大师兄被古狼围困 即便察觉其中必有蹊跷 即便大师兄呼吁他们快跑 但龟岳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救人 虽云善在他的操纵下将敌人一击粉碎 可没过一会儿古狼便会再次复活 龟岳明白要想完全打败敌人 必须找到阵眼并将其破坏 可关键是他也不知道阵眼在哪 你为什么不问我 凤琪的声音在龟岳脑海中响起 虽然龟岳百般不怨 但目前能指望上的还真只有这个男人 他按照凤琪的指示 先向左走七步 期间每走一步 脚边就有黑色莲花绽放 至于那些袭来的古狼 龟岳直接奉上一记撩樱桃 直至七步走完 龟岳才有些不耐烦地问之后怎么做 拿出天书剑插到地面上 龟岳闻言后立马照做 他从碎云扇中召唤出天书剑 然后将零剑一分为七插入地面 轩衣见龟岳一边步阵一边站立 便透过去分摊一部分伤害 可也因为这样 轩衣身上的伤口再次增加 见到这一幕的龟岳 焦急地询问凤琪下一步该如何 只听到凤琪淡淡地说了句 让无来 随着他花音落下 龟岳感觉自己如断了线的木 身体在不受控制的后仰 等到他回过神时 竟发现自己身处心境之中 此刻的龟岳除了猛逼还是猛逼 心想自己难道被夺射了 突然他的丹田发出耀眼的金光 而里面的灵液在不断凝聚 龟岳那原本淡然的脸瞬间扭曲 因为这显然是结单的征兆 但他根本不想休闲 这时一只薇良的手捂住他的眼睛 耳边还传来一道热气 专心 片刻后 龟岳发现自己竟能看到外面的情况 此时凤琪正操控着他的身体 双手还在飞快地结印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法阵自他的脚下出现 还身体被夺射却毫不慌张 甚至还拒绝对方归还自己身体 就在刚才龟岳遭到鼓狼围攻 为了摆脱困境 凤琪接管了龟岳身体的控制权 随着他手势飞快地变化 一个巨大法阵自他脚底弧显 期间他脚边不断有黑帘绽放 随后直冲云霄的光柱自发阵中射出 并以龟岳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 而被光芒扫过的死欲 竟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凤琪见状不免有些惊讶 没想到龟岳的身体这么好用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太矮 星境中的龟岳文言顿时气急败坏 这人用着别人的身体 竟然还嫌弃别人爱 于是当凤琪准备归还身体时 龟岳直接表示拒绝 既然嫌弃他身体爱 那就让凤琪多待一会儿 所以无论凤琪在一旁怎么哀求 龟岳通通选择无视 这一幕让凤琪有些凌乱 这孩子怎么回事 自己的身体都不要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玉衡剑周围死欲被净化 第一反应就是凤琪老贼的手柄 并猜测那老贼夺射了龟岳身体 因为没有肉身的话 那老贼的黑脸也无法发挥作用 听到这话的花龙岳不由的一惊 而更多的是着急 以他对龟岳的了解 说不定真会把身体主动 让给那个凤琪老贼 好在玉衡表示自己有办法找到对方 直到一个时辰后 花龙岳终于在玉衡的提示下找到龟岳 随后就见林岳一脸担忧地说 阿岳 你快看看龟岳 他好像有点不对劲 花龙岳文言望向龟岳 随即便瞧出了其中的不对劲 超短待机的龟岳居然没睡着 而且明明只分开了几个时辰 他的修为居然突破到了金丹 此刻的缝起表面上看着淡定 实则内心慌得一批 孩子乖 你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赶紧回你自己身体 可龟岳依旧不为所动 别怕 你先硬扑着 实在不行直接倒头装睡 而且你之前不是想要肉身吗 这不巧了 虽然肉身是女的 虽然个子矮了点 但对大仙女来说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身体 老娘我送你了 现在答应的话 我再送你几件女装 女孩身体被夺射却丝毫不慌 反而表示要把身体送给对方 因为女孩已经轮回百事 可每次都是悲惨的结局 如今有冤大头接盘她的人生 她就绝不会再回自己身体 然而花龙岳一眼便识破 龟岳是假的 因为真正的龟岳一天睡25小时 绝不可能这么有精神 听到这话的凤奇依旧神色淡定 甚至慢悠悠地转着手中的黑帘 可实际上她却慌得一批 这人一慌 手里就想抓点东西 随即又强装镇定地指着花龙岳说道 过来 这让看戏的龟一顿时笑出了声 你这是在换狗呢 那你自己来啊 这可是你的身体 然而龟一选择躺平装死 好不容易有个冤大头继承她的人生 她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对方 随后扭头找碎云山唠嗑 却得知一个做梦都会笑醒的消息 由于她和凤奇曾签订了同命期 凤奇的灵魂一直会在龟一体内 以后她重生回到故事起点 凤奇也会跟着一起回去 随即幸灾乐祸地看向凤奇 小风啊 你要坚强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这莫名其妙的话让凤奇一脸猛意 不过她已经想好怎么骗过眼前这群人 她打算先从凌月下手 凌月见龟一朝自己抬手 不禁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因为按花龙岳所说 眼前的这人并不是龟一 突然她感觉肩膀一沉 耳边还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于是凌月忍不住问道 龟一 是你吗 凤奇刚想接话就被龟一打断 你现在别说话 靠着她睡就成 而这熟悉的配方也让凌月松了口气 可花龙岳依旧是不放心 便让体内的玉衡好好检查一番 然而结果让玉衡也是一头雾水 不仅没有一点夺舍的痕迹 就连这孩子的灵魂也还在 可眼前这人的气息却是凤奇老贼的 而此时心境中的凤奇还在苦苦哀求 姑奶奶别睡了 俺刚刚差点就暴露了 龟一文言依旧不为所动 老娘就算睡死 死里便 也绝不可能出去一步 这是花龙岳那充满诱惑的声音传来 龟一 我这里有几款新口味蛋糕 你继续睡的话 我就自己吃掉了哟 听到这话的龟一先是一阵 随即立刻回到自己的肉身大喊道 等等 我要吃 女孩身体被夺舍却丝毫不慌 反而还教凤奇怎么扮演自己 可当凤奇打算归还她的身体 龟一却说打死也不可能回去 结果下一秒她就表示真相 因为花龙岳准备了她最爱的小蛋糕 正所谓实施物质为俊杰 龟一手上的动作一顿 看来花龙岳知道凤奇占据了她身体 而且让她以后不要把肉身让给别人 然而这条件她绝不会答应 毕竟她还指望凤奇帮她代班呢 这时凌月吐槽龟一的黑莲太吓人 希望她下次换成七色彩莲 可当她看到龟一放下蛋糕 立刻表示黑色也挺好 生怕自己惹的龟一不高兴 龟一文言只是简单的闻了一声 然后起身走到大师兄身前 事实上她并没有升凌月的气 只是突然想起有个宝贝给大师兄 大师兄收好这个玉佩 还有不要总为我考虑 你也要为自己着想 毕竟前世轩矣和凌月就是因她而死 而她却自私地将这一切怪罪于花龙岳 龟一看了眼身后的几人 发誓这次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不料轩矣神色焦急地询问道 龟一你别吓唬大师兄 难道是身体不舒服 说着拉起龟一的手就要走 这举动让龟一很是猛逼 难道大师兄刚刚撞到了脑袋 而且他发现对方手劲推打 就算他使出吃奶的劲也挣脱不开 忽然轩矣反手将他抱起 龟一你到底怎么了 这次心境中的凤奇出来提醒 表示龟一刚刚的话像是在交代一言 文言龟一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大师兄会慌成这样 随即他强行挤出一副笑脸 我刚刚的意思是希望大师兄好好修炼 然后变成大腿让我抱 这话让轩矣不由地输了口气 师兄我自然会努力的 可是妹你也要阿巴阿巴阿巴 这样才能巴拉巴拉巴拉 龟一没想到大师兄会突然说调 早知道就让他接着难过了 然后他两眼一黑睡了过去 直到一个时辰后 他在花龙月背上的龟一才缓缓醒来 可下一秒就见他纵身一跃跳上岩壁 因为他察觉前方有数道人影在靠近 估计是冲着山上的城池来的 结果他花音刚落 一领就被人拽住 随即就见花龙月拎着龟一狂奔 生怕别人抢先一步得到宝贝 中途龟一不停地喊着换个姿势 因为死去的记忆正不断攻击着他 上次是顾军招加着他去考试 结果引来一群路人为官 而他直接射死当场 龟一希望这次的花龙月靠谱点 不料花龙月急杀太蒙手一划 龟一直接和大帝来了次亲密接触 女孩双脚垂地被人拖了几十里 等被人发现时就剩个鞋底 然而这对他来说已经比较幸运 因为上次磨破的可是他的裤衩子 好在林月随身带着龟一的席子 还贴心地帮龟一换上 已然一副老母亲照顾孩子的模样 而此刻花龙月却是尴尬的一批 他就说龟一怎么跑这么快 原来是被他拖了一路 不久后一行人找到一座废弃城池 而在入口两侧还写着一些上古文字 但龟一一个字也看不懂 这是心境中的凤其询问道 需要我翻译吗 龟一文言表示不用 说完便一脚踏入城内 突然地面闪过一阵亮光 等到龟一再次睁眼 映入眼帘的是座热闹的城池 屋檐下打闹的孩子 路边卖力吆喝的小贩 以及时不时打量着龟一的路人 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 然后就见他慢悠悠地逛了起来 期间还因为一颗弹药两块五 从而和老板讨价还价 凤其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你说他知不知道这是个幻景 穗云善文言立刻维护起了龟一 表示龟一当然知道 他现在一定有自己的打算 结果他话音刚落就被凤其揪住 你当初跟我的时候 可从来都不帮我说话 你当初成仙就把我丢了 还有脸怪我 做梦去吧 这两人吵得龟一实在有点烦 于是询问凤其是不是很闲 闲个屁 我超忙得好吧 说话的同时还不忘教训碎云善 可下一秒他发现手中多了个袋子 片刻的沉默后 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龟一身体 心想一定是碎云善教了龟一口诀 与此同时花龙月这边 他眼前是一片繁华的都市 当他张望四周时 一辆武林白光差点撞上了他 司机破口大骂了句 你想死啊 这让他有那么一瞬 以为自己回到了现代 但他清楚这不过是幻想罢了 现在首要任务是找到阵眼 玉衡好奇花龙月会怎么破阵 毕竟这地方不能使用灵力 只见花龙月环顾起四周 认真的打量着路过的每一个人 这时有个女孩引起他的注意 与周围神色各异的人不同 这女孩眼中没有任何神采 只见花龙月一手按肩一手按头 然后双手用力一摆 女孩的脖子就被扭断 而在女孩倒地的瞬间 周围景象就像故障般闪烁了一下 女孩光天化日杀害无辜的路人 却放过刚刚一直辱骂他的司机 因为这里的一切是虚假的 只有干掉藏在人群中的人偶 才有希望离开这个地方 此刻的花龙月化身为柜子手 不断搜寻并击杀假扮为人的人偶 终于在达到一定数量后 幻境因维持不了而自行瓦铁 可当他再次回到那座破城时 却遭到数名傀儡的袭击 好在花龙月反应及时 半手一掌便将他们扫飞出去 忽然他视线里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花龙月刚想呼喊对方的名字 可对上对方那淡漠的眼神后 便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因为他发现眼前之人并不是龟毅 而是凤奇 当花龙月往前踏出一步 凤奇立刻后跳拉开距离 同时他的脚边不断有黑莲绽放 随后他将黑莲投掷而出 在几次弹跳后来到花龙月脚边 下一秒径绽放出大片莲花 并以及其匪夷所思的速度生长 而那些触碰到黑莲的傀儡 紧紧一瞬就被制服 看着这一幕的花龙月眼里满是惊恶 至于龟毅则美滋滋地躺在心境中 他不仅监督凤奇给自己干活 还用着凤奇的宝物滋养灵魂 不禁感慨凤奇真是的好人 七月后给了自己这么多好处 然而凤奇现在却是一万个后悔 当初以为孩子天真好对付 可没想到小丑竟是他自己 当他见龟毅准备睡觉 便赶忙出声提醒 我已经被花龙月发现了 你确定不回来 闻言龟毅这才懒洋洋地起身 然后催动灵力回到肉身 但他没想到脚底的城墙一踩就碎 失去落脚点的龟毅随之跌落 以下的花龙月见状顿时惊呼不妙 这孩子怎么老是从墙上摔下来 龟毅这边则直接放弃挣扎 毕竟修仙者皮操肉后扛摔 然而想象中的冲击并未袭来 因为此刻的他正躺在花龙月怀里 女孩被告知有人缠他身子 却兴奋地想着还有此等好事 就在刚刚龟毅从城墙上跌落 好在花龙月将他稳稳接住 并焦急地询问龟毅有没有受伤 此刻龟毅也明白 又把凤奇老贼放出来顶包 这样太危险了 可龟毅的关注点全在老贼两字上 心想凤奇也不老啊 外表看上去也才十七八岁 而且论其美貌 凤奇排第二那就没人敢排第一 这时花龙月打断了他的思绪 龟毅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你体内的凤奇真的很危险 然而龟毅又何尝不知道呢 他甚至比花龙月知道的还多 多到大结局的画面都看了几百次 但这让花龙月更加不解 明知道危险还放他出来 就不怕他霸占你的身体吗 这个社会可是很险恶的 凤奇本人也趁机附和道 没错没错 很险恶的 不料龟毅听到这话顿时两眼放光 他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干活了 听到新生的凤奇神情骤变 你特么真想把我当牛马使唤是吧 随后就见龟毅笑着看向花龙月 就算我出事了 这不是还有你吗 你一定会帮我呢 对吧 花龙月见龟毅如此信任自己 随即就黑黑黑的傻笑起来 心想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好 于是自信满满的表示没问题 就算魔皇来了他也照样锤 这让凤奇玉恒两人纷纷傻眼 这孩子没救了 都没发现自己被龟毅拿捏了 随后两人寻找起失散的同伴 花龙月觉得龟毅没必要跟着 他一个人也可以搞定 虽然龟毅也是这么想的 奈何那三人都是他太亲门的人 他总不能傻也不干 至少还能充当气氛组 花龙月负责乱杀 他负责嘎嘎 只见龟毅眨巴着卡兹兰大脸 试图让对方明白他的意思 花龙月见状顿时蒙出番茄汁 龟毅这孩子 真特娘的可爱 结果下一秒就遭到玉恒嘲讽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行行行 你有出息 你有出息还会是团物器 突然花龙月的脚步一顿 龟毅好奇地从后面探出脑袋 原来前方站着一名黑袍少年 此刻他正摆弄着手上的丝线 而且数量刚好与他周围草人数量一致 只见他用力一转 草人瞬间粉碎 与此同时他还冲着龟毅点了下头 这动作龟毅有印象 是开山大典上撞到的那个太岁灵修士 他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相遇 突然花龙月大声惊呼 是公主切的美少年 碎皮法师拔剑上阵杀敌 最强剑士却在后方鼓掌加油 就在刚刚龟毅遇到个美少年 正当双方准备相互介绍 却被突然的一声巨响打断 众人警惕地顺着声音方向看去 随即就见一个巨大傀儡从地下踏去 花龙月感受到对方传来的危险气息 立刻嘱咐龟毅原地待着别动 龟毅也乖巧地点头答应 丝毫没有点身为金丹修士的觉悟 而注视着这一切的少年不经错愕 金丹大能蹲在一旁看系 助击修士却冲上来战斗 而且这个助击还是辅助 可他需要的近战牵制傀儡 花龙月察觉到少年的视线 龟毅拔出长剑警告道 老娘我也可以近战 你别想打龟毅的主意 事实上花龙月的剑术并不差 仅仅一剑就展示了大批傀儡 龟毅见状立刻骄傲地鼓起了掌 不愧是女主 火腹的六边形战士 另一边 少年正和傀儡缠斗 只见他双手结印 一股力量从他耳环中涌出 此物是太岁玲弟子持有的法器 能防止同门误闯机关迷阵 而太岁玲的祖师正是这秘境的主人 于是龟毅猜测那位祖师至少不坏 还知道给自己后背留后路 少年则在法器的帮助下 成功找到了破局关键的阵眼 随后他扯动手中撕线 将地上的阵眼悉数破坏 而那些傀儡在失去法阵后 瞬间瓦解变成一堆堆土块 龟毅见状不禁担心起大师兄和灵月 因为土师变成的傀儡拥有不死属性 如果找不到阵眼 那迟早会立即而亡 所以当务之急先去找人 可龟毅刚迈出一步 他身后两人竟同时出生 等等 龟毅回头看了眼他们 忽然想起自己气氛组的位置 于是连忙鼓掌祝贺道 干掉大块头了 好耶 明明是振奋人心的词语 但另外两人感觉有被尬到 花龙月尴尬地转移话题 我叫花龙月 她是孟龟毅 不知阁下怎么称呼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行动 这话让龟毅有些意外 没想到花龙月会主动邀请陌生人 可随即她又明白过来 花龙月是担心自己不愿破诊 到时候又把身体交给缝起 这是美少年简短地回答道 太岁玲 学尹 大陆第一帅哥被当作变态暴打 只因他当众说想康康少女身体 就在刚刚 龟毅想着学音比玉巡好看多了 结果下一秒就听到玉巡的声音 何人在呼唤本帅哥的名号 龟毅文言有些惊讶 难不成这伙能听人心声 但他立马就否定了这一猜想 因为这伙单纯就是个自恋狂 这是墙角边的龙叔冷声道 你个现眼包别丢人了 快下来 原来龙叔遇到玉巡的时候 对方正被傀儡吓得到处乱窜 要不是他及时出手 玉巡怕不是会下昏过去 结果现在遇到熟人就装起来了 随后两人来到花龙月身前行李 毕竟在场的就数他辈分最大 可花龙月视线始终落在龙叔身上 他觉得龙叔和内人有点像 随即又觉得这只是个巧合 龟毅则一直躲在花龙月身后 他可不想和玉巡有任何瓜葛 不料玉巡反而笑眯眯地凑了上去 孟师妹干嘛躲着我呀 我又不会吃了你 师兄只是想看看你怎么修炼 结果他花音刚落 花龙月就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我家龟毅才13岁 你和变态禽兽就想染指 别拿龟毅和外面的妖艳剑或比 他才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 这话让玉巡当场失败 嘴里还喃喃着变态两字 最后心碎地直接晕了过去 花龙月疑惑地看着自己拳头 他都没用灵力 咋就把金丹修士揍爬了 这时龙叔解释道 他只是听不得那些说他不好的话 咱们别理他就行了 龟毅见状直接转身离开 玉巡的死活他才不管 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大师兄他们 龙叔和花龙月两人也紧跟其后 片刻后遇寻疑惑得睁眼 为什么半天都没人安慰他 当他抬头一看 就发现一群人已经走远 这下的他赶忙起身追上去 你们等等啊 我这个如花似玉玉树 凌风风流倜傥的帅哥还没上车呢 另一边 轩一醒来时 发现身旁只有顾君招一人 可当他看到对方手臂上的伤 以及伤口上密密麻麻的咒术 轩一的脸色顿时一沉 这是杀手龙叔造成的伤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顾君招觉得给龟一添了很多麻烦 所以不想再劳烦师姐们 况且这伤口他自己也能处理 这话让轩一有些生气 既然都是太亲门的人 师兄姐照顾师弟是应该的 又何必把我们当外人看待 顾君招文言不由的一正 所以龟一当初照顾他 并不是因为他特别 而是出于同门之间的情谊 龟一就他时的确说过是为了太亲门 一想到这 他的心情就莫名的烦躁 与此同时龟一看着眼前的寻人蝶 他从中察觉到了灵月的灵力 随后龟一从他口中得知 他脱离幻境后 就想着先和众人会合 但比起大师兄 他更担心龟一 所以就追着寻人蝶一路寻来 好在他的担心只是白费 没想到龟一身边有这么多高手 忽然的情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雪隐最先反应过来 这声音应该来自于南雪仙子 因为他之前掉下来的时候 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南雪 而身为同门的花龙月 他能听出情音中所传达的信息 南雪在内城遇到了轩疑和顾君招 他将内容告知龟一他们 这话让龟一有种危机感 他只想帮师姐找个好件 但前置任务是必须先拿到春山话 如今五大宗门的人都来了 这里除了花龙月都是竞争对手 一想到这 他立刻抓起花龙月和灵月的手 然后使用高速移动带着两人离开 玉巡疑惑地看着三人消失的地方 怎么招呼不打就跑了呢 然而并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因为在他说话的时候 龙叔和雪隐两人也趁机离开 此刻玉巡感觉真的酸Q了 一个个都不带他玩 另一边 龟一气喘吁吁地停在一扇石门前 这时花龙月扶着龟一上下打量 因为刚刚龟一用的灵力来顺移 这么远的距离消耗一定很大 然后还贴上龟一的额头 看看是否正常 最终确认无碍后将龟一抱在怀里 并让龟一好好地休息一下 龟一对此也没有客气 心想不愧是女主 这怀抱又软又香 真贴心 林月有些无奈地劝解道 龟一也要客气点 别把人家当一栋软榻呀 然而龟一依旧不为所动 毕竟客气又不能当教税 忽然他抬头问了句 我重吗 不重 轻得很 你多吃点肉 说着还颠了颠龟一的身子 一旁的林月文言有些心虚 毕竟平时他都是拖着龟一走的 随后就由他打头阵去开启入口 与石门厚重的外表相反 大门轻轻一推便打开了 这时龟一为他们解释道 这里就是春山死狱的地宫 美少女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因为体重太轻而害了自己 就在刚刚 龟一等人来到死于地宫的入口 花龙月和林月很有默契地说道 我走前面探路 我来负责殿后 于是堂堂金丹被俩住几乎在中间 然而这地宫龟一早已来过上百次 里面除了秘宝 剩下就是五花八门的机关 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 突然下方传来清脆的脚步声 龟一对这声音有印象 可他还没来得及提醒 就见身后落下一道石门 并且堵住了他们回去的路 而他们眼前的是个亮闪闪的房间 仔细一看镜拳是由镜子组成 忽然脚下的镜面开始旋转 花龙月立刻呼吁众人蹲下 通过将低重新防止被甩出去 龟一二话不说就蹲了下去 虽说这场面他经历了上百次 但每次他都是会头晕眼花 甚至想吐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接下来他该上场了 下一秒 一个由镜面组成的巨型兵马桶 出现在三人眼前 这具象与龟一记忆中的一样 只有打败他才能离开 这时花龙月取出他的七弦起 挤到秦英顺着他的指尖飞出 热攻击打在镜面巨人身上后 却被反弹了回去 龟一早有预料地躲开这弹回的一击 没用的 这镜面是会反弹灵力的 花龙月经龟一这一提醒 胆忙让灵月用剑击碎这些镜子 并且不要附加灵力 闻言灵月将剑狠狠地戳向地面 紧接着一阵刺耳的声音响起 然而镜面上却只出现到浅浅的花痕 龟一原本还抱有一丝期待 如今看来还得他出马 结果整个人一下子被甩飞出去 更不巧的是 他飞得刚好是镜面巨人的方向 女孩将他的老祖宗当冤主 有是祖宗出来挨打 没是女孩出来享受 就在刚刚龟一准备出手击垮眼前的石像 不料龟一队友触发隐藏机关 直接将他狠狠地甩飞出去 龟一眼看自己就要撞上石像 于是他做出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石像竟被龟一撞耳的刺动力 而龟一本人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花龙月和龟一见状赶忙上前查看 这其中最慌的就属花龙月 因为他就是那个误处机关的坑壁队友 可当他给龟一把卖后 却疑惑地皱起了眉 随即他便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这时昏迷中的龟一猛的睁眼 但看他们的眼神却是异常的冰冷 龟一还以为龟一摔出了毛病 赶忙表示自己是他的亲亲事件 然而花龙月已经猜到了大概 眼前这人应该是那凤奇老贼 龟一应该是在撞上石像之前 可体内的凤奇老贼互换了灵魂 然后所有伤害就由凤奇承担 虽然花龙月平时反对龟一交出身体 但这个用法也挺好 能让龟一少受些苦 可此时的凤奇却是一万个后悔 当初就不该和龟一结弟契约 而且刚刚他都准备出手帮忙 结果这小妮子掐着点换他出来绑枪 至于龟一本人则悠闲地躺在心境中 而他的耳边全是凤奇的咒骂声 混蛋 我可是你宗门老祖 哪有你这样坑自家祖宗的 龟一看着对方如此生气 于是他翻了个身接着睡觉 毕竟当时就说了是违背祖宗的决定 而他身后的凤奇依然骂个不停 内容不是有饼就是笨蛋 一点蛤蟆量都没有 所以龟一直接将对方的话无视 此刻外面的凤奇正阴沉着一张脸 龟一的无视让他很是难受 这让不知情的灵月有些担心 龟一这气鼓鼓的样子真的没事吗 没事没事 等他伤好不疼了 龟一就恢复正常了 不久后一行人来到地宫的正殿 而在池塘中央悬浮着一只毛笔 龟一眼便认出是那只春山画笔 而且内心有种马上得到他的冲动 随即他看向龟一说道 这只笔若是你想要的话 咱们可以公平竞争 万人争抢的逆天毛笔 如今却屡次遭人嫌弃 一个画画太烂不想用 一个一心只想着耍剑 于是龟一勉为其难将其收下 但他还有些不敢置信 这法宝居然这么轻易就到手 突然他手中的毛笔光滑大作 下一秒进化作一柄漂亮的琴 这让身为英修的花拢月心中一喜 与此同时周围的景色也渐渐消散 而在他们的前方 竟出现一口石棺 凌月内心有种预感 里面装的就是他要找的东西 可在石棺打开之际 一到流光从棺材内窜出 凌月连忙抽出配件抵挡攻击 此时他们才看清对方真身 这正是他们所要找的碧月秋光 显然这件不像他名字那样温和 但凌月不会因此轻易放弃 他相信凭借龟一胶的攻击 即使实力偏弱也有胜算 随后就见凌月一手 持剑一手掐绝 当攻击再次袭来时 他那看似普通且随意的一回 竟把攻击反弹了回去 这招借力打力让一旁的花拢月惊叹连连 可以想到凌月才练起八戒 这么消耗下去必定会落败 然而对此归宜早有准备 毕竟当初寄星凌月枯竭就是他帮的忙 只见他掐绝召唤出聚灵法阵 随后将源源不断的凌月送入凌月体内 此刻场上凌月的气息暴涨 他甚至感觉自己反弹的威力也更强了 于是他再次和碧月秋光缠斗起来 直到三个时辰后 凌月看着眼前变得乖巧的宝剑 脸上满是欣喜 太好了 你成功驯服他了 而皈依就显得比较敷衍 恭喜啊 恭喜 毕竟他连续给凌月补魔三个时辰 就算是驴也得累趴下 可在凌月七月完毕后 健身突然爆发一股强大的能量 直接让凌月从练气八层突破到了九层 甚至还没有要停下的迹象 男人是最强杀手组织的老大 却不敢对一个睡觉的人出手 就在刚刚凌月成功驯服碧月秋光 而在他节地七月后 宝剑反馈的能量让凌月突破到了练气九层 并且还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于是他立刻原地打坐炼化能量 此时一旁的龟一却已困得不行 说了句我先密一会儿 便原地趴下开始呼呼大睡 花拢月嘴上抱怨龟一老是睡觉 但还是自觉地掏出毯子帮龟一盖上 毕竟他们能这么顺利拿到宝物 其中大部分归功于龟一的帮忙 而他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给凌月护法 因为无论是谁 晋级时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打扰 好在凌月天资聪慧 没过多久就成功晋级到了驻姬 而这强大的灵力波动 瞬间引起了花拢月的注意 恭喜你晋级 以后你便是一名合格的剑修了 哪里哪里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因为他知道在晋级的时候 是花拢月为他护的法 随后两人看着地上还在熟睡的龟一 想着等龟一醒来再出发 不料这时入口处走进一名黑衣男子 看来本作来晚了一步 所以你们当中谁拿走了春山画笔 凌月一看对方是杀手龙叔 脸色顿时煞白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哆哆嗦嗦地挡在了最前方 因为他是几人中年龄最大的 作为姐姐有义务保护好妹妹 然而看着这一幕的龙叔 却是满脸疑惑 他记得这人是皈依的师姐 但他还没干啥 这小姑娘咋就怕成这样 下一秒就见凌月拔出长剑警告道 我乃太清门清云风的弟子 自古邪不胜正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 然而他那只握剑的手却在不停地发缠 龙叔健壮嘴角不经上扬 他觉得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 结果这一笑可把凌月吓得不轻 你别过来啊 信不信我和你拼了 最后花龙月实在于心不忍 便将凌月拉到自己身后 然后取出已经画作情的春山画笔 画笔已经被我契约了 现在想让老娘吐出来 我送你两个字 想屁吃 龙叔对此却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花龙月会把宝贝让给龟姨 可没想到对方将宝贝收入了自己囊中 不过这正合了他的意义 毕竟这龟姨很不简单 就算对方在睡觉 他也不敢随便出手 于是他看向花龙月吃笑道 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拉手催花 每天只知道睡觉的女孩 却成了大陆的第一天才 因为女孩已经重生百次 在别人眼里漫长且艰苦地修炼 对他来说却如吃饭睡觉一样简单 以至于敌人对他的实力十分忌惮 可当龙叔发现龟姨在睡觉后 便觉得这次夺宝石拿酒稳 然而他刚准备动手 却被一道琴声打乱 来人正是问林宫的南雪仙子 春山话比已被我问林宫弟子契约 还请龙叔大人另寻林宝 闻言龙叔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想要从花龙月身上硬抢宝物是不可能了 于是说了句告辞便转身离去 等到龙叔身影完全消失 花龙月这才抱拳一败表示感谢 若不是南雪及时出现 那他难免要进行一场恶战 南雪则笑着表示不必客气 可当他撇到还在呼呼大睡的龟姨 脸上的笑容瞬间转变为惊恶 毕竟谁能想到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秘境里 居然有人能毫无防备地倒头就睡 可接下来的是更出乎他的意料 花龙月竟在龟姨身旁打坐 并表示等龟姨醒了再走 感情就他是来闯关的 而花龙月他们更像是来旅游的 直到五个时辰后 龟姨才迷迷糊糊的睁眼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玉璇的脸 你醒了 别管我 你接着睡 这话下的龟姨立马褪比三尺 因为他感觉这个玉璇没安好心 玉璇见状连忙解释 我就观察观察 想要看看你怎么修炼的 可当龟姨实话实说 表示自己没有修炼时 玉璇反而觉得对方在撒谎 不修炼还能在十三岁时到达金丹 你以为你是小说主角啊 不过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身体 结果他花音刚落 就被一脚踹飞出去 带他狼狈地爬起身后 立刻大声质问道 华步跪在花拢月身前 古奶奶饶命啊 最近我的炼丹书遇到了瓶颈 炼丹十炉炸九炉 还有一炉直接中途熄火了 所以我就想研究一下 孟师妹的身体构造 你的臭炼丹的 竟敢惦记龟姨身体 每个人身体构造都有点区别 你真想知道的话 大不了我给你画一张 而看着这一幕的龟姨 不禁想起前世 上一世的玉璇也是这般沉迷炼丹 可当他发现自己 一直练不出的弹药 对于花拢月来说 却是信手捏来 再加上他喜欢钻牛脚尖且不服输 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片刻后 玉璇看着手上的人体构造图 顿时笑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 此刻龟姨突然觉得 玉璇这人可能当不成反派了 毕竟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正当龟姨准备反城时 花拢月却叫住了她 龟姨 我也是时候该走了 我们明年大笔再见 当你有知马良的神笔会干什么 花拢月在得到她后 第一反应不是财富与名誉 而是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以及斩杀即将入侵大陆的魔族 所以龟姨对花拢月的告别并不意外 突然她感觉好像把什么重要的事情遗忘了 魔族 魔皇 看着她体内的凤奇就是未来的魔皇 而这巨大的情绪波动自然引起了凤奇的注意 于是龟姨借机询问道 你是不是想要彻底消灭魔戒 可凤奇并未正面回答 而是说自己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凤奇的逃避反而印证了龟姨的猜想 因为她已经重生百次 知道凤奇最终还是死在了花拢月的手下 而这掌握魔戒命脉的魔皇一死 魔族也会随之灭亡 所以说凤奇做这一切其实是为了 这时凤奇直接一拳打断了龟姨的思绪 并让龟姨不要想些有的没的 不久后大师兄找到了龟姨 老师收拾下就可以回宗门了 龟姨大致猜到了其中的原因 毕竟13岁就金丹的天才 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以至于宗门长老强行中断龟姨的历练 生怕她在外面受到一点伤害 不过龟姨并不准备直接回去 而是提议再去一个地方 这让在场众人感到疑惑 直到异形人来到一块冰驼子前 众人这才从疑惑转变为震惊 因为眼前这冰驼子竟是十分珍贵的聚灵矿 对于他们这些建修来说 这矿石比那些灵草灵兽还要吸引人 虽然太清门也有聚灵矿 但由于太过珍贵不能随便用 而龟姨帮他们找的是整条聚灵矿脉 这也算是回报宗门对她的照顾 这一刻的轩衣忽然觉得有些欣慰 曾经那个任性骄横的小姑娘长大 对你好是我们自愿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有负担 就算你每天睡觉也没关系 可龟姨却以为对方在下逃 要是她真每天睡觉不修炼 那还不得被她师父整死 于是她给出了自己最大的让步 大师兄放心 我会努力练剑的 以后坚持每天挥剑十下 文言轩衣掐了掐龟姨的小脸蛋 要是真的每天挥剑十下 那师妹可太勤快了 龟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感觉师兄在阴阳塔 时间来到半个月后 龟姨一行人顺利回到宗门 而最先出来迎接的是 龟姨的师父怀山 当她见到龟姨真的突破到了金丹 便兴奋地将龟姨抱起来举高高 以此来恭喜龟姨晋级到了金丹 不料这时龟姨开口道 师父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这样抱很丢人的 文言怀山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就像是养了十多年的龟女跟人跑了 南方还是自己相处多年的好兄弟 无有海参对屡战屡败 现有龟姨主动退赛 只要不参赛 那就不存在失败 不久前淮山让龟姨拜访丹院长老 龟姨则打着哈欣说自己太困 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去 然而这次淮山一反常态地没有顺了龟姨的意 因为这次是丹院长老主动求见 龟姨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他与那长老都未曾谋面 想不通对方为什么非见他不可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龟姨最终还是朝着丹院的方向走去 可他刚来到丹院门口 就见一道红色身影明面飞来 心不惊喜 亦不意外 看到这身大红袍了没 当初你不屑和我契约 如今的我让你高攀不起 龟姨见状不由的惊呼出声 红植 随即就见红植非常骚爆地掏出葫芦说道 以后请叫我红植长老 或者丹院长老 厉害厉害 没想到你一只鸟竟然这么努力 没别的事话我先睡了 这敷衍的态度让红植气得跳脚 站住别走 瞧瞧这是谁 真不错 加油 说完便掏出珍藏的画本阅读起来 红植则好奇里面是什么内容 竟能让龟姨这么着迷 一个虐心的爱情故事 女主爱上了虐她是又虐她新的男人 而且两人之间还有血海深仇 闻言红植立即从龟姨手中夺过画本 表示这狗血剧情哪有炼丹好玩 随后又掏出一颗一品丹药 说只要炼丹赢过他 他就把书还回去 而这就是他找龟姨的主要目的 狠狠地踩一把龟姨 然后从此翻身做主人 此刻龟姨很想说两个字 就这 他闭着眼都能脸 可真要鄙视他就没法睡觉了 于是说了句我不要吼 便躺下准备睡觉 红植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干脆的摆烂 随即表示吃喝玩乐是成不了大门的 可我惊丹了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你师父的栽培 可我惊丹了 可恶啊 时间很快来到修真界大笔当天 临走前淮山雨中心肠的交代龟姨好好鄙视 可下一秒画风一转 要是你因为偷懒输掉比赛 只要老娘不惨散 那输赢都赖不到我头上 这话可把淮山气得不轻 林月则充当起何事了 赶忙将他俩分开 生怕到时候把淮山气出个毛病来 突然他们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哈哈哈哈 师妹说笑了 我哪有那么厉害 不知道几位晚上有没有时间 男人明明是宗门的天才弟子 这一上街就会被自己的师弟殴打 就在刚刚玉巡仗着自己长得帅 哄骗涉射事卫生的女孩晚上一起赏乐 结果她话音刚落 下一秒就被人狠狠一脚踹飞 然而玉巡却是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 吴洛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邀请几位仙子赏乐而已 听到这话的吴洛顿时火冒三丈 赏个屁的乐 你就是缠人家身的 随后她看向被骚扰的姑娘 并为玉巡的无礼而道歉 而一直旁观的皈依也略微惊讶 这个陈吴洛是这故事的男儿 记忆里他是个温文尔雅的少年 没想到还有这么暴躁的一面 不过一想到玉巡这个惹祸 惊是他师兄 就突然有点同情这个无弱 估计这暴躁的性格 就是被逼出来的 而林月则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一幕 毕竟他早看玉巡不爽了 之前还多次想要祸祸他家的龟姨 如今对方越惨他就越高兴 可龟姨对此并不敢兴趣 拉着林月的手就要离开 师姐走吧 我想回去睡觉了 这么急吗 我还想多看一会儿呢 片刻后两人回到休息处 林月轻易的抚摸着龟姨的脑袋 我等一下要出去逛逛 你先好好睡觉 等我回来再讲给你听 龟姨文言也乖巧地答应 然后被子一拉人一躺 心想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可他躺下还没多久 就被一阵刺耳的声音惊醒 随后他看见窗外那群 准备回院士的弟子 不禁抱怨这天道院的下课林也推响了 不料这时玉巡刚好在龟姨楼下 他觉得刚刚的声音有些耳熟 于是便顺着声音方向望去 当他发现是龟姨后顿时眼前一亮 孟师妹 原来你醒着 那下来一起玩啊 结果的话音刚落 又一次被吴洛踹倒在地 随后吴洛对着龟姨躬身一摆 姑娘实在抱歉 请原谅我这师兄的无礼 说完便强拽着玉巡离开 陈吴洛你给我松开 我可是你师兄 龟姨看着玉巡的无能狂怒不禁叹气 这会是真的吵 换做老娘 早晚都要打他一顿了 突然他的眼底闪过一抹惊讶 因为桥头上出现个熟悉的身影 这正是他之前遇到的公主千美少年 血影 此刻的他像个无头苍蝇 在不停东方西望 龟姨猜测对方多半是迷了路 随即心想反正自己现在也不困 刚好有空去帮一下这个路痴 然而当龟姨来到血影身后 血影还沉寂在自己思考中 嘴里则不停地嘟囔着不可能 我明明没走错呀 直到龟姨出声提醒 血影才尴尬地回过头 龟姨是你呀 那个 我好像 大带 迷路了 龟姨见状也没过多废话 说了句follow me 便大手一挥示意对方跟上 我明还好心帮迷路的人指路 结果当他再次睁眼时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这时轩衣推门走了进来 他看着已经清醒的龟姨抱怨道 你这丫头以后就别乱跑了 原来刚才血影怕龟姨累着 便主动将龟姨背在背上 不料龟姨指路指了一半就睡着了 索性中途遇到了太清门的弟子 他们不禁带回了睡着的龟姨 还顺便帮血影指路 听到这话的龟姨不禁输了口气 毕竟这是的确有她的波 既然血影的事情解决了 她便准备睡个回龙觉 轩衣见状便让龟姨好好休息 为两日后的大笔做好准备 可以想到龟姨那摆烂的性格 又嘱咐她鄙视的时候不要放水 这让龟姨有些不解 她这放水也是为了对手好 给对手一点获胜的希望 然而轩衣却神情严肃地说道 龟姨你记住 这个世界并没有绝对 没有绝对 龟姨嘴里不断呢喃着这几个字 声音小到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前世的她无论怎么努力 都打不过故事里的男女主 因为她的结局早已被注定 要不是她已经重生百次 那真就会信了师兄的话 这时轩衣发现龟姨情绪低落 见抚摸着她的脑袋安慰道 别想太多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轩衣说完便转身离开 她觉得龟姨需要一个人静静 龟姨看着轩衣的背影陷入沉思 前世要是没有被那几千弟子追杀 即便是男女主也杀不死她 更何况最后她还是自杀的 果然我孟龟姨只能输给我自己 一想到这 她心中的郁闷也削减了不少 第二天一早 龟姨拿着一把长剑下龙 毕竟她答应过师兄每天挥剑时下 可她挥剑时却总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令人剑修 突然手中的剑引起了她的注意 因为这跟她平时用的那把好像不太一样 这让新境中的凤旗也是无语 这都契约岁灵善一年了 竟还认不全她的十八把零剑 此刻龟姨手中的那把名为玉衡 曾是凤旗的本命配件 至于名字则是那个人取的 这话让龟姨有些意外 她大概能猜到那个人是谁 但没想到他们之前的关系这么好 女主想和反派成为朋友 不料最后却成了对方的老妈子 就在刚当龟姨一如既往地出来耍剑 可她还没练几下 就突然被人一把抱住 来人正是龟姨许久未见的花龙月 只见她兴奋地摸着龟脑袋 我们终于见面了 不过你个子好像没怎么长啊 但这样也 小小的挺可爱 这让当事人龟姨很是无语 老娘可是足足长了两厘米 这是花龙月好奇地打量着龟姨手中的剑 这是你的配件吗 之前好像见过 对 这剑叫玉衡 这和花龙月体内大佬的名字一样 而且龟姨知道对方能听到自己说的话 此刻花龙月体内的玉衡已经气急败坏 那狗贼果然还留着这把剑的名字 你快让这丫头把名字改了 听到这话的花龙月摸了摸腰剑的笛子 并吐槽玉衡不要碧脸 因为玉衡给的笛子也是别人的名字 随后花龙月抽出笛子看向龟姨 巧了 我这根笛子叫凤奇 好像也是人名 很显然花龙月在和龟姨坦白 意思是她知道龟姨体内还有另一个人 那句巧了则表示她体内也住着个人 于是龟姨点了点头 相当于默认了对方的话 但这也让龟姨感觉怪怪的 花龙月居然这么信任她 然而花龙月却摆了摆手 表示这不是信不信任的关系 只是觉得彼此既然知道对方的命令 那就大大方方的坦白 毕竟我们可是朋友 不是吗 龟姨文言顿时语色 他们真的是朋友吗 可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见到这一幕的花龙月急忙摆摆手 表示不用急着回答 可她脸上却是掩饰不住的失落 龟姨看着她那不知所措的样子 于是伸手握住了花龙月的手 龟姨并不知道什么是朋友 但她知道花龙月很好 就像凌月师姐一样好 龟姨将心中的想法如实到处 却让花龙月有些失神 凌月对龟姨来说如同老妈子 甚至比亲人还亲 龟姨居然说她和凌月一样好 一想到这 花龙月的眼角瞬间湿润 龟姨见状有些意外 你在哭吗 然而花龙月又是点头又是摇头 看得龟姨一头雾水 于是她点着脚抚摸着花龙月的脑袋 乖不哭 花龙月没想到龟姨还会安慰自己 于是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 随即便挖的一下哭出了声 而此刻的龟姨却慌得不行 以前师父就是这么安稳自己的 咋到这里反而哭得更凶了 对一个反派如何苟到大结局 除了当条闲鱼摆烂别惹事 那就是不抢主角看上的宝物 今天是修真界大笔开幕式 按照规定 所有参赛者都必须到场 凌月早就料到龟姨会赖床 于是大清早就将龟姨从被窝中拽出 可即便如此 广场上还是聚集了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问林宫的花龙月 突然在场弟子纷纷惊呼出声 只见一辆流金车从天边划过 并拖拽出一条长长的金色流光 不多时这辆流金车便安稳地停靠在广场 此刻众人对车内的人物充满了好奇 出个场都这么装C 想必背后视力绝不简单 龟姨则猜到了里面的人是谁 毕竟流金车可是那人的专属作家 随后马车上下来名衣着华贵的少女 龙希旨 龙渊帝国的公主 龙叔的亲妹妹 龟姨知道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这个故事中的女儿 本地基于龙渊帝国的名义 献上这次大笔的头筹 说着将托盘上的仙卷卸开 随后一面倒映着残月的镜子 展现在众人眼前 此乃帝国收藏的神奇殷勤圆缺 这次大笔第一将获得此物 此刻凤奇就像狗嗅到了肉骨头般激怒 因为这宝物能帮她重塑肉身 小丫头 咱们商量个事呗 与其是她认识龟姨以来最温和的一次 不料惨到龟姨毫不犹豫地拒绝 哪粮快带哪去 这是没得商量 姑奶奶 我还没说干嘛呢 龟姨哪里不懂对方那点小心思 无非就是遇到强敌试唤凤奇上场 以此确保能够赢下这宝物 但你一个几万岁的老祖 欺负小辈都不嫌丢人吗 事实上龟姨不去争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宝物最终属于女主花笼月 凤奇一个反派去和主角强宝物 简直是活腻了 可不知情的凤奇依旧不依不挠 如果我没肉身 那以后就会一直住你的心境里 你随便住 我又不介意 因为这正是龟姨想要的 这样以后挨打就可以换凤奇出来 然后享受的事情自己来 这日子简直不要太美 文言凤奇倍感无语 只觉得龟姨这丫头不当人 时间一话而过 睡梦中的龟姨突然被一旁的灵院唤醒 龟姨醒醒 轮到你上场了 然后龟姨揉搓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缓缓上台 男人一看对方还是小孩 瞬间感觉这把吻了 在夏天道院弟子 请多指教 太亲闻弟子 请多指教 还比是一击秒杀对手 可倒下的却是他自己 就在刚刚龟姨打着哈切缓缓上台 而她的对手是天道院的弟子 双方简短的自我介绍后 已是正式开始 可台下的林月对此却感到担忧 因为龟姨身为剑修 攻击对方需要近身 可天道院都是以阵法为主的远程攻击 龟姨根本进不了身 而事实正如林月所想 对方利用远程优势不断发起攻击 龟姨虽凭借灵活的身法躲避着攻击 可最终还是被对方逼到了比舞台的角落 男子剑状立刻加大了灵力输出 想以下次攻击结束比赛 但她没有发现 此刻场上早已被绿色光点覆盖 并且均是龟姨每次躲闪的落条点 而被逼至角落的龟姨 所以极小的幅度再次躲过攻击 此刻她的神情依旧充满着自信 下一秒那些绿光镜变成无数藤蔓 并骑刷刷地朝男子袭去 男子第一时间结印召唤屏障 然而这些屏障就如同纸壶般 被藤蔓不费任何摧毁之力瓦解 龟姨则借着藤蔓的掩护 刹那间突刺到男子身前 最终剑尖在男子没心处停下 此刻场下众人接到吸一口凉气 因为这反转时再来得太快 而龟姨还维持着突刺动作一动不动 她在等 等裁判宣布比赛结果 可裁判早已被龟姨的表现吓傻 直到现在还没回过神 于是龟姨就自己放下了剑 毕竟这样举着真的很累 而周围的藤蔓也因此随之消散 解脱的男子对着裁判重重的咳嗽几声 这才让惊讶中的裁判回过神来 于是他胆忙宣布比赛结果 8号比舞台 太轻门胜 随着话音灭下 台下爆发巨大的光复声 可此刻龟姨脸上却没有半点获胜的喜悦 反而一副摇摇晃晃要摔倒的样子 男子见状想要上前搀扶 龟姨则摆了白手表示不用 不过对于对方的好意 龟姨没法置之不理 于是临走前决定指点一下对方 你的反应力控制力都很强 下次攻击时 可以试试时间差攻击 龟姨说完便走向传送阵 留下此刻还是一脸猛逼的男子 他感觉自己好像听懂了 但又没完全懂 林月见龟姨回到台下 连忙上前庆祝龟姨齐开得胜 不料下一秒 就见龟姨砰的一声摔倒在地 男人参加比赛时不穿裤衩 结果惨到对手强行披衩 体验了把什么掉淡淡的忧伤 就在刚刚龟姨刚赢得一场比赛 但因实在太困 随即原地倒头呼呼大睡 林月却误以为龟姨比赛受伤 赶忙将她扶起来查看 这时人群突然沸腾起来 这人好帅啊 好像比那个玉璇还帅 听到这话的龟姨可就不困了 随即好奇地朝着台上看去 黑袍黑发公主切 这竟是那个鹿吃少年雪影 而她的对手则是天道院的弟子 由于天道院主修正法 攻击时需要双手结印 所以雪影用丝线控制了男子的四肢 只需她心念一动 男人就如提线末般任由她摆布 这时龟姨对着林月提醒她 和太岁玲修饰战斗的时候 绝不能碰到他们的丝线 不然就会变成台上之人一样 不过林月有些奇怪 太岁玲明显赢了 裁判怎么还不宣布结果 就连雪影也是一脸疑惑地看向裁判 可裁判依旧保持着沉默 难不成要对方开口认输 一想到这 她摆弄丝线让对方双腿并露 然后双指迅速往两处一分 男子的双腿也随之分开 一股不可言说的扯淡感 让男子痛苦出声 我认输我认输 快放开我 裁判听到认输二字 这才宣布彼时结束 雪影则满脸真诚地向着对方道歉 因为她真不是故意的 闻言男子满脸羞愤地控诉着 你无耻 明明让傀儡戳我一下就行了 却偏偏扯我双腿羞辱我 可雪影接下来的话 直接让男子诗话 我的傀儡戳一下你 你会受内伤的 说话的同时脸上满是真诚 这让台下的花拢月扑斥一下笑出声 这就是所谓的伤害不高 侮辱性极强 而皈依看着这一幕却夸赞到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经过这个小闹句后 很快就轮到花拢月上场 林月立马站起来呐喊助威 一旁的皈依健壮 于是也跟着一死一死一下 加油 虽然声音不大 但还是传入了花拢月耳中 下一秒花拢月的肾上线激素急剧飙手 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 随即纵身一跃发起攻击 然后以免压制是一招秒杀 这不止让看台下的那些弟子惊讶 同时也引起了高台上地基的注意 堂堂帝国公主挑选未来驸马 却看上了两位年轻姑娘 最后还遭到对方拒绝 就在刚刚 花拢月在比试上一击秒杀对手 其出色的表现顿时惊艳了在场众人 同时也引起了地基的注意 地旁少女立马翻月册子找出对应信息 那是问林宫的弟子花拢月 好像是浅露真人的清传弟子 这话让龙溪只略微惊讶 没想到是问林宫掌门的弟子 不过他和太清门的人又是怎么个情况 文言少女再次扫了眼手中的册子 这是太清门弟子灵月 不是 我说的是旁边那个 就是那个看起来呆呆傻傻的小姑娘 要是此刻皈依能读心术 高低得来剧双Q 这是少女的声音再次传来 太清门淮山尊者的清传弟子 今年十四岁 可下一秒少女还以为自己眼花 经过反复确认后才接着念叨 修为是金丹七 听到这话的龙溪只眼神瞬间淋漓起来 十四岁能助击就已经算天才了 可这女孩竟然突破到了金丹 更关键是她从未听说过此人的消息 于是她对少女吩咐道 把他们两人生平整理一下给本宫 这让少女有些意外 这次地基是来选未来夫君的 咋对两个女孩子起了兴趣 台下 为了养精蓄锐应对明天的比赛 凌月拉着龟溪就准备离开 龟溪 凌月姐 听到声音的两人刚一回头 就被花拢月抱了个满怀 并庆祝他们三人成功晋级明天的比赛 而这时顾君招凑巧从一旁路过 花拢月见状瞬间化身为阴阳人 哎呦 吊车尾也晋级了呀 恭喜恭喜 闻言顾君招顿时清津暴起 再加上他俩本就互不对付 结果不出所要 两人又一次扭打在一起 一旁的凌月本想上前劝子 龟溪却拉着他扭头就走 走吧走吧 反正不会出人命 不久后三人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 可下一秒 一辆熟悉的流金车停在了他们前方 当龙溪只掀开车帘看向三人时 却是满脸疑惑 花拢月的警惕 凌月的害怕 以及一脸呆滞的龟溪 三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随即他调整状态轻声道 别担心 我不是来找茬的 这时一旁的少女也附和道 几位道友不必惊慌 我家帝基是来相亲 帝基这个身份可疑也就算了 这个狐狸眼的女人 妥妥的一副反派脸 但出于礼数 花拢月选择委婉的拒绝 多谢帝基台爱 只怕我们可能没什么共同语言 这一刻 龙溪只脸上满是错愕 她堂堂帝国的公主 竟被人嫌弃了 我堂堂帝国公主 第一次搭讪就谈遭拒绝 就在刚刚 龙溪只假借交朋友名义接近皈依等人 可当花拢月发现她一旁的狐狸眼少女 感觉对方妥妥的一副反派脸 于是以没共同语言为由 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文言龙溪只呆愣地看着渐渐远去的几人 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我这是被拒绝了 随即张牙舞爪地朝着福音扑去 一定是你的锅 都怪福音这双眼睛太吓人了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是你搭讪太突然了 文言龙溪只这才冷静下来 难道这很突然吗 可随即她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满脸羞红地扑向福音 你在瞎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搭讪了 可这次福音没有再理会对方 而是熟练掏出个小本门写上 近日地基犯傻 写完还在后面打上了的勾 另一边 龟一等人回去路上 遇到了几名天道院弟子 而他们为首之人 正是大笔上被龟一秒杀的对手 怎么 李氏输了 要私下报仇不成 可对方接下来的话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几位师妹别误会 在下灵希望 之前台上孟师妹指点了几个招式 可惜在下愚笨并未理解 所以特地前来向孟师妹请教 文言龟一直接从凌月背上下来 这里不适合演练 我们换个地方 说完便领着灵希望去了别处 这让花龙月对龟一有了新的认识 她一直以为龟一不是热心肠的人 这时凌月解释到 龟一曾说过 她不讨厌认真修炼的人 而这体会最深的就属凌月自己 毕竟她的功法就是龟一教的 不久后龟一开始她的教学 你先这样这样 然后再那样那样 灵希望则将这些要点牢记于心 先这样这样 然后是那样那样 却见龟一靠在了灵月怀中 龟一只是单纯睡着了 不用担心 灵希望见状也不再打扰 随即便与众人告别 不久后天道院的某处修炼场内 正当灵希望准备回顾知识点时 大师兄龙叔朝她定职走来 听说你今天比赛输了 灵希望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失地愚钝 输给了太清门的孟师妹 龙叔文言只是轻笑一声 然后便转身离开 灵希望以为大师兄笑她输了比赛 而她哪里会知道 龟一早在住机器的时候 就暴打了她这个金丹七的大师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龟一今天的对手是太岁玲的修士 虽然她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但男子昨天看过龟一的比赛 知道对付眼前的少女 绝不能掉以轻心 可下一秒